我要整個呆掉 因為這件事情好多 天氣又很好 然後今天又是2020年 然後那個12月22號你會餓 有夠餓的一天 不好笑嗎 我有微笑 好 整理看不到 有有有 我有看到你的眼神 等一下 而且今天 因為本來1點半的時候 而且今天事情也比較多啊 今天那個1點半 也開始就在那個記者會了嘛 因為我們比較晚一點 因為疫情有關係 嗯 對好 我們就趕快開始好了 對因為我有點呆 今天有點呆 沒關係 沒關係 沒事 我們這是倒數第二次 對 對對對 對差不多你快見不 不不不不 哈哈哈 沒事 好 就是今年 今年我們可能最後一次見面這樣 不然就是我如果在 這最後的時間突然想到你的話 再到我心裡願意給你揮手這樣子 其實也差不多啦 因為我整理了 其實我們後來 我們分享蠻多 然後 我們在談的過程當中 就是 即使是 有時候是跳來跳去的 但是 那個脈絡其實就是 都有 再抓回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有跟您提到 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有 就是 做 那個 整理嘛 組織的整理這樣 然後再重新就是 再看 因為我每次都有 幾乎每次 每次都有看這樣子 然後大概就是 有 盡可能啦 我希望能夠盡可能把那個脈絡抓回來 這樣子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就是 還是會比較希望說 就是 這四年裡面 因為其實您的故事蠻多的 然後大家知道您的事情也蠻多 然後您做的事情其實也蠻多 眾生其實也蠻大的 而且甚至就像您講的過 過去是在三個 一天是在三個 時區 現在可能要到五六個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以前可能在 你所謂的同文城裡面 就是 我都是按照您講的脈絡 我知道那個引號 你不用特別比 我腦裡會自動加上去 對 對對對 對 沒問題 我會自己加引號 好好好 其實我們都很遠 對對對 就是這個形狀 對 對 對 好 那 對 因為 就發夢當中這樣 那我當然知道 就是到後面 為什麼我們就是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是 我也有跟您分享到 就是因為 這也是我的疑問 雖然 就是說 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 有幾個 你的底蘊 你的架子底蘊在裡面 然後但是 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我也有跟您分享 就是說 您在過去那三本 書裡面 可是 他們 因為您也提到 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除了資訊透明之外 然後再來 因為那原因就是說 你從小結束那個 就是 開放眼神馬的那個世界 黑格斯文化的那個 脈絡裡面 然後就是 像比如說 像在那個 那個 我看 那個 那個 《自由的手指》 《自由的手指》 跟那個 《The Later of Freedom》 跟後面那一本 《The Future of AI》 《The Future of AI》 《The Future of AI》 但是為什麼它的名字 它很tricky 就是說 它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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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的話 對 它是說這是編輯著作 然後 那個出版社是 編輯著作全員 那 但是是 以跟我的訪談 為 為藍本 對 所以它其實 按照他們的講法 在他們的網 就是 類似我們的 那個國家的 讀書館編幕的時候 我是類似協力作者 的這個身份 但是那個文澤 因為我沒有看過 三教稿 我事實上 二教一教育都沒有看過 我根本沒有看過稿子 那我也沒有板稅嘛 但是我還是協力作者 因為它是 用訪問我的資料 寫出來的 這樣 哦 所以就是 它上面 有兩個層次喔 它的書名上面 著寫唐鳳 它其實它不是寫唐鳳 它是寫 它用哪一文名字 Galikon 的拼音 對 拼音 就是去 兩本都這樣 這樣處理 然後 講談社那本 它其實 應該是訪問不多吧 有訪問 有訪問 好 但是就是說 它是拿 我的訪問為基礎 但是我並沒有說 都是跟它訪問 啊 跟你的訪問 它看了也可以拿去用啊 哦 是 但是它可以這樣直接就是 名字上面 就用你的名字 因為我拋棄掉了 著作財產權 我連人格權都拋棄了 所以意思是 我不可以告它了 所以 第一個 您認同協力作者 這個身份 不是 我只是答應不告任何人 OK 不管它怎麼寫 嗯 可是 著作人格權 是可以拋棄的嗎 可以拋棄的 嗯 因為我知道 著作人格權是不能轉讓 不可以讓渡 不可以讓渡 但是我可以說 我可以預先說 任何人說 這是唐鋒寫的 我就不告他 OK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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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子喔 我們應該不會講 就是說不保留法律追訴權 對 因為這是我 因為我是當事人 只有我可以提告 對 我如果事先就承諾他 不管書面還是口頭 說我不會告他 那這件事就結束了 對 因為這不是公訴罪啊 沒有人能幫我告他 嗯 對 這樣子 那這樣子做的目的是怎麼 其實我會誤解 因為比如說 就是 就是 我會有一個compute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所謂的 對透明開放 你也夠透明開放 你連你的名字全部都給他用了 這樣子 因為他那個著作者 全部都是只有寫你 其實你看課委會唐鳳過台灣 10個有9個會以為我授權他這樣做 但是沒有 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但對我來 對 對 沒錯啦 可是那個對我來講 會像是我們在對話裡面的 共造 共創 就是說他其實 有他的創意 也有我的創意 對 但是書的話 那個是你寫沒 不是他寫 那個其實是有程度的差別 可是我覺得 他的程度和差別只是 只是比例的而已 OK 對 這樣不是值的差別嗎 您放棄作人格權 但是您如何可以不負文責呢 我不負文責 我只要主張我沒看過就好了 我公開的說 他的稿子我沒看過 那這樣我為什麼可以付我沒看過的稿子的文字 那如果他詆毀你 為什麼你也不在乎 你說用我自己的話詆毀我自己 因為我看了他 就裡面 因為我不是批評任何的那個 我只是好奇 就是為什麼是這樣處理 因為包括那個包 包裝那個又是另外 他被私底下再討論 包裝再說 對包裝再說 因為包裝有些違反事實的部分 好像說那是我自己寫的第一本書 對 對 那那個是錯的為什麼 因為自由的手指先處 所以那個後處的 不可以主張 這是第一本我寫的書 何況我還寫過別的書 所以那個是違反事實 然後後來他也撤掉 他現在再刷嘛 再刷那個書衣整個換掉了 那是書腰 他不是封面 對 書腰換掉了 對對 我有跟他說這個書腰好像不是事實 他也同意 所以他 從我跟他講的那一刻開始 他心應的書腰就換掉了 所以你有注意就對了 對 但是就是說那個不是因為 好像我會告他什麼 不是這樣 只是說 因為事實上我還寫過別的書 而且他其實是三本裡面第三本了 所以他這樣子寫呢 難免會讓人覺得廣告不實 那他要不要自己想一想 這樣子 我理解 好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好即使您拋棄掉這是著作人格權之後有沒有 對 那他裡面的那個敘述 我看了很多 其實也都是有所謂的那個 就是第三人稱的那個描述 那這樣子也算是您自己本身所寫的嘛 因為 因為共同作者這個好 這個我能夠理解 可是在純粹介紹您的部分 因為我看他就是 有一些三人稱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不會就是 所以他也是共同作者 對 那個有了 你到Amazon上看有兩個作者 另外一個就是出版社 他沒有掛名字 但是那個出版社是共同作者 他沒有 可是日文版 日文版 我也是在講日文版 你要去AI跟自由的手指 不管Kindle還是紙本 上面都是講 我是那個協力作者 他是編輯作者 那可能在裡面嗎 因為封面你的名字 封面當然沒有 我在講的是他的描述資料 就是版權頁跟網頁 版權頁跟網頁 因為我們在著作權法上是以這個為準 封面是一種設計而已 版權頁的話是有沒錯 對 但是Amazon上面的話 你可能要再看一次 我有看 對 作者 作者是我 作者寫我 那他是編輯作者 他有一個左括號編輯右括號 那可能 兩個是並列 真的嗎 我相信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 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對 討論嘛 然後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 我覺得就是 在跟您談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 因為我們應該是 最常跟您見面的人 當然 因為你可能覺得 為什麼會一直出現 但是因為我們 我有跟您講 就是說 就是結構結構 然後之後 就是我們有 就是 最後有我們的 自己重新 對 結構結構 最後有一個成果 對 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的再造出來 這樣 政法和什麼的 對 那什麼 政法 變政法 實際上 我們現在第一步已經完成了 完整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了 你不要再講 好 我相信你講什麼 提供給日方 然後 應該近期也可以 很好 先提供給 對對對 你如果要給我看 那我當然就可以 付一部分的文則 因為我看過 你要是不給我看 我就說我不付文則 就這樣子 沒有關係 因為全世界都 不是全 都已經公開了 那只要他夠用功 會 會 因為我們有 希望也不要太 騙那個 因為一篇一篇的話 顯得有點 了解 片段 但是我們是一個單元 一個單元 因為互相是一個 比較有完整的 而且很多你的概念的話 我覺得其實 陳一家之言 雖然講這 對你啊 你可能不喜歡這樣的講法 那很多概念性的東西 我覺得 你也要 確認過 然後還有 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跟你討論過 對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反正 如果說 就是 沒有那個 有點冒犯到 請多幫 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就是 Youtube上面 我看到就是說 即使那時候 他其實是還沒有確認的 他怎麼在 他怎麼也 就是我那天剛好在聽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想說 我也上去看 他也放上去 那那個其實也是還沒有確認版 這應該可以 可以 可以問嗎 你說哪一個 我們的嗎 就最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因為最剛才一定會有個構想 那 那個 最剛才構想 其實那時候 我們有跟你討論 本來也是就是十二個關鍵字 你說那個仿崗 對 仿崗 你如果要主張 那是你的著作權 我們應該撤下來 我們明天就撤下來 現在就可以撤下來 不用不用不用 一點都沒有那個 因為我們是變色的 應該是剛開始的一個版 我們要把仿崗 放到說明欄 這好像 還是Joker的主意 不是 不是我推到他身上 但是 但是還真的是他的主意 那原因是因為 好像很多聽眾覺得這樣 他比較能了解 就是一個目錄的感覺 是不是 對啊 我想沒問題 我們放上去 OK 我們只是想了解 怎麼回事而已 還是Joker要說明一下 是這樣沒錯 就很多觀眾 想要知道更多 他比較有組織性的 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你覺得有組織性嗎 因為我覺得還好 不會怎樣 因為他下面其實有寫一個 如果說你要改的話 還是需要經過有 就是那個 保留權利 所以那個其實是還好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說 因為那個跟我們後面進行的 已經 已經 完全不一樣了 最早的 最早的 那我是想說 前面的人看的時候 他不是很奇怪嗎 他意思是說 會不會造成您送出去 給您帶成困擾 我不會啦 我不會 應該就OK 你要是困擾 你就改一個沒困擾的版本 給他放就好了 對啊 那個沒困擾要等您看過 然後您看過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不過我除了措置以外 大概不會改什麼 對 還是 要啦 因為 因為有時候 您的脈絡 就像說 就是 因為我之前也很好奇 就是說 有時候您講話 就是一氣呵成 完全不用中斷 有沒有 然後因為 我一直 我這次比較特別是說 就是我盡可能的 不要去Google你 然後因為不希望造成一個 就是先入為主的概念 因為其實就算我不去Google您 其實 其實在之前 因為您太多的訊息 我其實 而且從您小時候到現在 嗯 因為人長得夠 人到了一個年紀 一定就會參與到 你的一些生命歲月 嗯 沒有不是參與 就是說有看到這樣子 嗯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後來實在是忍不住 我就是 我就想說 就是對於我 有一些行為 因為有時候問 有時候是一種冒昧這樣子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 有時候你講話就是這樣子 呃... 那有時候 就是很密集 這是一種稱讚 這是一種稱讚 對 這是一種稱讚這樣子 嗯 那回去再看那個 足足稿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又不一樣 那每次看來 那體驗也不一樣 那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 這個就是 當然 兩位他就是會有一些 他們的考量 那可是都是 都是我們都是要往一件更好的狀態去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說你已經看過之後 我覺得那會比較好 那之前我剛剛問的那幾個問題 只是我的疑問 因為其實平常我也是會問就是 抛去掉的著作人的歌群是比較少見的 確實是如此 這個我同意 對,因為我想說奇怪 那不是大家都來嗎 來了之後怎麼會作者變成是 你會想說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對,好,好,沒事 那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我們的話就是你要看,你盡量看 然後你覺得不好的話你可以重寫這樣 沒有,沒有要重寫 最多改改錯字 沒有啦,那個錯字 到你們這邊的話還有錯字 那就... 不要這樣講,因為這還是會發生的 因為到邊際就覺得吃燒餅不掉芝麻不太可能 好恐怖,你們不要這樣 沒有,但我們印刷之前會再交對了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電子 親子天下它中文版都已經是中文版了 都已經三教了 來我這邊還是即時的 對 中文版都已經是中文版了 謝謝 謝謝 中文版就不用再找外邊 不用再找外邊就叫這一次 謝謝謝謝 好的,那我今天 因為我們上次那一次一個半小時 很愉快這樣子 到後面就是 希望今年可以很愉快的 安然的 對,我也很安然的度過這樣 好,有一個部分 大Topic 因為今天時間要常文可以更深入的聊 那上次就是快玩快打的部分 我就是前面的那個大概40分鐘左右 就是說我還是有一些事宜的部分 就是請您先那個 就是 上次我們那個十個問題裡面 後面有兩個 其實是就是比較匆忙的結束 那因為我們其實也都整理出來了 這樣子 那那個前面的部分就是說 他對照於就是 我們之前討論的幾個範疇裡面 其實他都可以對應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對於就是 大家再來看後面那一個 因為眾生之談有沒有 他們會比較了解 那因為之前那個 為什麼會有那些問題出來 我大概上次也跟你講一下 那一個背景的背景 但是 唯獨就是那一個 而且其實反而是說 後面那個就是 到了我們後來上次那個時間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做了一個小小的總結 那那個我想跟您再請問一下 就是後面那兩個 兩小平 因為他其實講的比較簡短 第一個就是那個16歲的小男生 16歲的那個中學生有沒有 因為他有問到就是說 他討厭讀書 所以學校的成績上不去 該怎麼辦這樣子 那其實你那時候就是有 有給人一個方式有沒有 你說就是說就是不要讀書有沒有 你可以看繪本 或看繪本 就有多元的學習型態 挑自己適合的那一個 不一定要是文字 對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對 那但是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因為相對於就是說 前面討論跟後面的部分有沒有 那我後來就是自己回去再審思 我發現他的問題 其實應該對照台灣也大概是這樣 很多大概都是差別性 不管你今天是成績階級 然後性別 我覺得那幾個問題 因為我上次也問到就是社會的 公司裡面階級的落差 然後還有問到性別的問題 然後霸凌 那個其實都是 都是 只是沒有世代而已 那那些都是就是那一個 一個一個 代代計 代代 不能講代計 一個就是 一格一格 好啦我們講一格一格 格差 對格差 對格差 對格差這樣子 那回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你講說就是讀完會本 就唯獨這個部分 因為可能剛好卡在這個部分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有沒有 那他譬如說 好傾聽 我們之前也講了很多 而且那時候 我們兩個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講到就是 共情 就是 共情 傾聽共情那部分 這道理性思維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兩個也爭執了蠻久 就是討論蠻久 不是爭執了蠻久 因為 畢竟我們活在這個現在的社會 大家會比較 覺得是靈性在前面 因為你先講到 改建那部分 有時候其實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 講求 效率的時代 那在之前其實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講 那這部分我就不多贅述了 可是 可是我還是要跟你請教 就是說 我跳得有點快 對啊 這個跟他 看會本 他看會本書 你對他比較有效率 對 但是 就是回過頭來就是說 那 同樣的 那是對他 但是 站在 另外一個 就是站在 比如說社會學校 就像說 就是上次那個 資管總經理 他其實 他提出來的問題一樣 就是說 可是 我們 這是我們給這個人的監言 我也能夠理解 但是 比如說 他今天 這個部分他接受了 可是 比如說 他回到學校 學校或是他的家長 有沒有 然後 面對他這樣的角色 他沒有辦法去做到 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到呢 他們不是也 當然一綱多本是一回事 不是有很多補充教材 是啊 但是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社會的輿論啊 日本反對會本 還是反對漫畫 有這種事情 也沒有啊 可是他們的自學風氣 沒有我們的 我們沒有 但是以補充教材 來提出的話 好像 你的意思是說 只有看字 才是在認真 如果是看漫畫 或者繪本 那就是在玩 好逸無老 我們先把那個框架 框架是這樣嗎 對 前提 因為他前提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他就是討厭讀書 對啊 然後他包括如果甚至 如果連繪本都不想看的 的狀況底下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很多啊 就是上次嘛 互動式的遊戲啊 共同創作啊 甚至是跳舞啊 肢體啊 就是因為那個多元智囊嘛 每一個有一種 對應的學習方法 或更多的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您覺得就是說 今天他 跟他年紀有沒有關係 就是他已經16歲了 就是跟他 一樣沒有差別啊 他可以 他其實只要就是 他其實是可以自己做選擇的 是這個意思嗎 我試著理解你要問的問題 是不是 因為16歲又不讀書 是不是他不喜歡 學校正規的課業 是這樣嗎 他討厭 他只是討厭讀書 他只是討厭讀書 只是讀書本 只是文字啊 對 他說不定雕塑是大師啊 或茶花啊 對 他就是不喜歡學校的那個 就是 為了應付考試的書籍而已 對啊 說不定是技職國手啊 都都有可能啊 對 所以我們討論12年國教的時候 其實有聽到 對啊 所以你說社會 萬般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我不覺得日本是這種社會 你不覺得啊 日本匠人 匠人 或者是職人 或者對師父 或者是對於壽司的製作者 好像沒有在嫌棄他們不讀書吧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對 方向話也是陳老師吧 是 是 是 所以這部分的話 理解 喔 好 那我們釐清一下 可是反而是說 他們那種就是宅在家裡那個部分有沒有 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嚴重 所以宅在家裡是什麼事都不做 其實也是我上次有跟您請教過 請教過就是說就是 那如果說我爛就是 就是什麼事不想做 就是 像一攤爛泥一樣爛在家裡一樣這樣子 但我不是說很好嗎 對 對 對 因為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其實只要我自己能夠過得去的時候 有一天總是爛泥可以浮上牆 也不是啦 說不定從那個牆埃裡開出花來 有各種做法嘛 對 而且我發現 其實你的記憶真的很浪 因為你在講這一段跟你在別的床裡面講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像入讀劑一樣就是 對 為什麼出來我覺得好奇怪 真的 因為你講這個話其實在別的場裡有講過 還有 因為我為什麼會去Google 我就發現就是 你上次跟我講那段話 怎麼好像不懂 我等於在背我自己的主子稿 對 可是 你是怎麼做到 然後又可以讓 譬如說 好 因為其實對他那個小男孩來講也是一個幫助 然後四本書又不一樣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樣的狀態 因為 逐字稿是這樣 就是雙方編輯之後 我會最後確認改完錯字 大概都是晚上九點多左右 然後把預定要公開的就公開嘛 所以我睡前的記憶 常常就是我剛教對過的逐字稿 那我醒來大概就可以背了起來 喔 主要的論點 不是主子 但是幾乎主要的論點 所以其實就是等於是說 您說您的input是一次一次跟人家交談 其實就是一次一次在不斷的鞏固你的觀點 對不對 是的 喔 因為其實我們也在找尋 這個 就是這個 這本書 它跟其他不一樣的差一點在哪 對對對 就是那個Stigler說的 那個第三層基 或者專寫的transcription的那個inscription的能力 專寫能力 對 對 好這樣子我就比較那個 您請問 他剛剛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現在有青少年 他就是宅在家裡 那事實上宅在家裡 我相信父母師長看了會 開始會不愛 或者是有點焦慮 那我相信當事人 他可能也有 但是他只是找不到什麼方式 有可能找不到方式 讓自己可以 可以有其他的作為 但是 您為什麼可以這麼安穩 然後又可以這麼接受那個狀態 然後也相信那個狀態 其實是可以 但是我有強調說 你一天最多就是那麼 讓你的十六小時 我有強調這個 對另外八小時要睡覺 對 有結構 不是沒有結構 你如果連續爛 但是都不睡覺 七十幾小時 那會有那個就是精神方面的問題 對 所以那十六小時 它到底有什麼作用嗎 對您 您在說 我也接受這個狀態下 它其實是有什麼作用嗎 我們之前都是說 好像奇思妙想的狀態嘛 至少要有個一小時左右嘛 那等於它十六個小時 都在這種奇思妙想的狀態 所以您很 其實您很喜歡那種 暧昧 然後又放鬆 然後又處在一個很懸民狀態的 對對對 就上次講revery嘛 對 那對聰明的人是很好的狀態 可是對 如果智力不是那麼好的人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時刻嗎 它待久了就變聰明了 真的可以待久也變聰明了 當然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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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人專門七天都去那邊打坐 這個不特別做別的事情 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您所謂的宅在家裡 其實不是一直都在打電動 它打電動也許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 對 但是重點是說 它的腦子有沒有在那個revery的狀態 因為有那八個小時其實做背景啦 對啦 其實就是為什麼後來能夠通的原因 就是上次我能夠 就是我已經幾乎對話那個脈絡 因為那八小時其實是在做整理 對 那16小時就算都在打電動 你只要八小時留給自己 那這樣子的話 它還是可以整理出你的一套想法 對 那如果連八小時都沒有辦法給我自己的話 就會到下一個回答 就是說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在過負債的人生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會有那麼多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在過 所謂的負債的人生 就是追求效率 短期效率嘛 犧牲自己的睡眠嘛 等等 對 但是 然後為什麼就是 可是現在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大家會講說 就是那個 因為公司要求 然後那誰要求 可是其實回過頭來想一想 就是回頭想一想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其實根本就是 都是不用做 不用做 對啊 是啊 所以瞎忙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對 這我不能講 這你真的講 對對我講的 對對對 因為真的是這個樣子 你有時候很驚嚇的心 總經理還有沒有 沒關係 因為很多 因為我也是經過好幾次那個 增加我自己的生命體驗 所以我才能夠搖籃於心這樣 那 好 那最後一題其實是 因為我上次講的是霸凌 然後但是他真的 後來後來我自己就是 在整理就是整理之後有沒有就是 他其實是用排擠啦 排擠啦 對 所以其實 因為到後面 這不是那麼嚴重的 好像就要報警的那種東西 對 但是 還是被疏遠這樣 對對對 但是上次回答 其實我覺得對於大家來 就是也是幫助滿大 但是排解部分的話 就是我在這次 我再把問題的 對 就是 講得更正確一點 然後我覺得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我相信對他們來講 應該也會更有幫助 尤其是在這個年紀的 因為他是一個席者女孩子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在學校被排擠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這樣子 對 那您的建議呢 但這裡就是說 他的排擠他的那個主體 還是同學嗎 因為我們之前在講的是 是同學霸凌他嘛 上次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現在是同學疏遠他 同學不願意跟他互動 是這個情況嗎 是是是是 有一個對象比較對 對啊 那所以就是要找 願意跟他互動的別的社群嗎 願意是自己去找嗎 對啊 但是都已經被排擠了 怎麼自己願意去 怎麼自己去找 不一定在學校之內 也可能在學校之外 或者不是在自己班級裡 也許在別的班級或者社團 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就是等於世界之大對不對 對啊 但是 他才11歲 對啊 他才11歲 對 那很多事情就是說 都要靠我自己來 那除非是像你這樣的天才啊 你四五歲的時候 你可能就頓悟了 然後 你開始就是解放天性 然後再加上 您 其實也就是 我剛剛我等一下也是 會再請教您 就是說 對您來講 應該影響比較大 還有你的貴 你也看到很多貴人嘛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他沒有的話 他動物比較慢 或比較像我這樣 比較爐頓的人 他才11歲的時候 那他怎麼辦呢 他可以 不過總是有一兩個人 會跟他比較熟 比較親近吧 如果連一兩個人都沒有 就是說 這是包含家人 上次提到的輔導老師 或朋友的朋友等等 就是說 你還是都是可以 從你比較親近的人 然後去展開 不是在你班級上 或甚至不是在你學校裡 別的人計圈嗎 因為其實一個人 他就是被排擠的時候 他有一群覺得支持他的人 其實也不需要很多啊 三五個就夠了 對啊 那所以這個時候 這三五個人怎麼找到 你如果是從班級上面 可能二十個人去找 這個sample很小 你不一定找得到 但你如果是從比較大的 就是你認識的 比較熟悉的人 又認識的人 不要六度啦 兩度就好了 那這樣子隨便想 也有個上千人 上千人裡面 找到三五個人 相對容易一點 那他如果不小心 又誤入歧途 就是變成 發生像韓國那個 我比較邪惡一點 就是說 會發生像韓國那個 那個 不小心 不然怎麼會有 這麼多事件出現 那我們就進入 前面要報警那個狀態 這個上次討論過 對 這上次討論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其實 我知道你 其實就是 一個人不會 我想像的 或是我問的 他們都是 比較極端的狀態 對 那個狀態 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對 這個問題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 青少年 他被排擠 然後他想要尋找其他的認同 對啊 常常發生的事情 就是被不良幫派 因為 接著被他認可 然後他就被吸收了 然後就是現在很多病 吸毒 也進入校園 而且年齡一層 越來越低 確實 他們其實也是用這個方法 對 因為有些化學物品 他就是讓人有一種 被支持的感覺 那我們鼓勵他多 往外擴張 那我們要告訴他 如何去分辨呢 我想最主要還是 不要做什麼 不可逆的事情 好比像說 有些人聽音樂 戴耳機聽 也會產生非常像吸毒的那個狀態 對 但是 但是他事實上是比較可逆的 就是我們完全從神經化學的角度來看 他的那個耐受性 比較不會說 他出現階段症狀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感覺上好像 要做一個不可逆的選擇的時候 去找一些 其實效果差不多 但是呢 他副作用沒那麼大 或者他比較可逆的選擇 那不要告訴他說 欸你不准打電動 嗯 因為他如果真的不准打電動 他說不定真的去吸毒 嗯 嗯 那你現在的小孩子 真的 你跟他講他會聽嗎 不當然就是說 他不但不會聽 而且你下次再跟他講不准吸毒 他也不聽了嘛 那你不如說你陪著他聊一聊 他正在打電動 我是OK啦 對啊 反正我也沒小孩 嗯 了解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出這個書就是希望 藉著唐鳳 對 說出一些話 然後那些話 是小孩子願意聽的 對啊 因為您對他們有影響力 對 所以我覺得或許這些話 還是可以說出來 對 我們至於 小孩子的接受程度 可能也不是我們考量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很多的面相 都呈現出來 對啊 那就是有幫助 老實說我們跟小孩子講不聽 可是對他 他有信仰的人 他講話就聽了 有啊 有啊 他可以到輔導室 我上次在那邊看那個時候 我就啊 大笑 我就覺得 對 都就拿那個書到輔導室 就是到輔導室拿這本書 然後去問輔導老師 哇你在想 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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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做法 是啊 是啊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想說我這輩子都還沒進過輔導室 對嘛 這就是需要有一個 一個什麼 牽引對不對 一個結緣 對不對 一個方法 其實如果您強調輔導師 或許小孩子就真的可以去找輔導師 對 對 自從你上次唱了歌之後 然後你講到那個牽引 突然那個歌又出來了 是 我還真的去把我的專輯找出來 嗯 沒有 因為你上次公開有唱那個 老舌跟那個 鹿港小鎮這樣子 然後上次那個 現象記事二變 然後再把那個歌子在 那個 因為專輯在老家 沒辦法 好 沒事 不要理我 對今天 好 那我就是 還有一個要再 確認 對 也不算確認 就是 就是在延伸的時候有沒有 我覺得我這邊的姿勢 沒有抓得很 那個 那我想先把這些 因為 就是 我們上次有提到 2060年您講的那個 就是那個 樂器之憂 那個 那個文章裡面 樂器最佑 對 對 樂器最佑 對 然後 那個 裡面有提到 就是 幾點 就是隨時保持藍圖的清晰 然後 打破將軍 不求 公式 只求創意有沒有 這些等等的 這樣子 那 我有 我有幾個疑問 就是說這幾項裡面 它細項其實 並沒有很仔細的去講它 那我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幾項 可不可以就是也幫我們做一下 適應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 有一個 不求共識 只求創意 這個好像有點 有點跟我們在之前講的 因為 共情共感共識 然後再有共享 這是我自己抓出來的那個 那個 不過因為要了解 我本來就是用英文寫的 對 所以就是說 英文的裡面的 consensus 我們這邊其實 不太應該翻成共識 對 對 了解 謝謝 那我就 我知道 嗯 但就是說我們這邊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反應 對 你可以翻成說 不求 就是完美的共識 或者是說 不求所有人都完全同意 或之類 但是你很難有一個 就比共識再驚喜一點的 共識的那個字 我們這邊沒有一個對應的字 對 沒錯 因為這個 幾大化 幾大化 相對幾大化 嗯 其實應該就是在講說 我們這邊共識其實有兩個意思 因為是就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我們有共同的認識 這叫 common understanding 但是這個在英文絕對不會翻成 consensus 那另外一個是 是說我們都等於在合約上簽字 所以我們是共同的對這個合約去進行這樣子的認識 這個時候 共識的共識就不是對彼此 而是對一個外面的東西 可是這個也叫共識 對 所以但是 consensus 只對應到這個 它不對應到底下這個共同認識的這個部分 只對合約 對 共同的遵循 對 我們願意共同遵循某個入我 是指這個嗎 對 好像就大家在合約上簽字 對 那這個當然 我們這邊真的也叫共識 1992年那個就是有人因為 有人往這邊解讀 有人往那邊解讀 才出現一些就是後果 對 這共識本來在這邊就是一個奇異的詞 那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要追求這種 好像是大家就可以在合約上簽字的 而是說盡量有創意 講一些大家不太反對的 這樣就可以了 例如說呢 我們就從這一點 例如說 我知道例子有很多 例子有很多 對 因為1992年我沒有參與 所以不能夠這個 舉那個例子 那 就是我們現在的 對 對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 你前兩天到公司去講的數位身份證 好啊好啊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 我們之前在烏鬼那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要到很精細的那種共識的話 我們就要先解決到底什麼叫共享經濟 因為這個詞本身就是最大的爭點 有人認為說 有人認為說 他連共成的服務都沒有 不能叫共享經濟 只能叫零工經濟 平台經濟等等 但是呢 另外一邊說 他共享的是他的時間 他空餘的時間 或上下班時間拿來賺點錢 所以這是共享經濟 好像時間銀行那種感覺 其實也不是因為他賺的是真的錢 但是就是說在這裡面 因為共享兩個字 對每一個人的意思都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上面草是永遠沒有交集的事情 所以當時呢我們不要求取精細共識 因為做這件事十年也做不完啦 所以我們當時就說 那我們講一個很具體的個案嘛 一個沒有職業駕駛執照的司機 他上下班的時候 繞路去載陌生人 一天坐20次而且還收錢 這種情況你怎麼看 這樣 那然後就發現說 大家都有一些都不反對的想法 坐在後座的人應該要有意外顯的保險 他不應該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好像比跳表收的還低 影響到計程車司機的生計等等等等 納稅納納納納納 那這些大家都不太反對 但是也並不是什麼合約簽字的東西 最後變成我們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那至於到底什麼是共享經濟 我們根本不去碰它了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這個我們有把這個 就不要拘泥語言上面上面的 對啊 因為你如果要簽一個合約 那種consensus 那你名詞定義一定要做好 那共享經濟四個字都定義不起來 剩下來的都沒有意義啊 就沒有辦法往下拉 好先把工作結束 我等一下再問 因為這個也是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好 那我就另外這是 隨時保持藍圖清晰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對 簡單的講就是說 好比像說 我說快速公平有趣 對 那這個就是 不管是要做任何社群的營造啊 或什麼東西 我就是說 那任何人提出來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 他是不是有幫忙快速公平有趣 那又或者像說 我說我在行政院有個工作 我就是節省大家時間 降低大家風險 增進大家互信 而且做任何一個不能犧牲另外兩個 那這個就是藍圖的清晰 就是它概念簡單到 任何人都可以在那裡驗算 到底這樣子一個行動 是不是在藍圖裡面 還是它會破壞掉這個藍圖 就是這個意思 理解 那我們第一次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 在行動上面有沒有 就是說 我其實是在做 我們每一個人 你或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拼圖裡面的一塊 對 而不是希望自己變成 就是思想的藍圖 就是只是思想上面的藍圖 這兩者有種圖嗎 沒有啊 就是你這一塊拼圖 你的形狀 要畫得很清楚 就是你要拼到哪裡 這樣別的板塊 才知道說 我現在可以跟你這樣子結合 以自願而結合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說 我這邊是這個形狀 但是我往外說 是另外一個形狀 然後呢 叫削足視率 就是說 明明就是不太可能 實際上結合的情況 然後我去逼著對方 或者對方逼著我了 都有可能了 然後就是硬要把它湊在一起 所以你的這一塊拼圖的 邊緣的情形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對方發現說 他的做法會破壞掉 你的這一個藍圖 就你的這塊拼圖的樣子 那這樣他就不應該跟你拼起來 你就雙方的時間都可以節省 所以我在這邊講 是一個專案的藍圖 對 不是全球的藍圖 或者什麼 我要講是這一塊拼圖 本身的那個邊緣 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對對對 就是那個專案的部分 而且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也很符合我們 現在每一部分 是政策的推動 還有就是我們工作上執行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專案式的進行 對 因為在過去可能就是 就是一個年度 或是很多事情在進行 可是像專案管理 雖然在前幾年講了非常久 但到現在 尤其是今年 因為突發的狀況 有很多很多專案在進行 反而更貼近我們現在 目前的工作的實際狀態 現在都說變革管理 因為一變再變 所以重點還是說 變化的時候 你的這些價值要清楚 意思是這樣 理解 就是那個藍圖其實就是價值要清楚 對 那我可以 既然講到這個 我再小跳一下 就是 就是 像譬如說透明性 公共公平性 對 然後 還有就是 感性理性那部分 我就不提了 可是至少透明性那部分是 您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那個 價值性 價值底蘊吧 這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也不是這樣講 透明跟參與 它是互為標理 還有個參與 對 所以透明 當然沒有透明 就別人家不可能真的參與 你邊界沒有畫出來 到底別人怎麼評評圖呢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沒有別人的參與的話 那透明沒有什麼意義啊 對 如果你的透明的做法是 完全有一些術語 然後別人沒有辦法看得懂 沒有辦法實質的看得懂的話 那這個透明它是形式上的 所以沒有激起實質參與的透明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但反過來講 這個參與如果是在黑箱的情況下 大家參與 但是發現討論是完全不同的標的 那這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參與本身要是透明的參與 而這個透明本身要是參與師的透明 這兩個是互為標理的事情 理解 把它解釋成就是說 我們很平常的互動就是說 你還記得就是說 之前我們開玩笑講說 就是 就是他也不好讀 也不好那個 最剛開始一兩次的時候 其實那個就是 即使一樣都是在講透明性 但是會停留在就是說 我表達出來就是一種概念 因為我還沒進入到你的邏輯 原邏輯跟邏輯邏輯裡面 然後但是慢慢慢慢談 慢慢清晰之後 然後我也能夠去說服就是 我的partner這樣 那種感覺 我就是這是一個 我很come on 的一個親身經驗 而且是真的有參與權的 就是說大家都有參與在其中 因為我們溝通越來越順 即使他你看他還坐在旁邊 都還需要這樣 是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 如果說英文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音樂在就這種 另外一個就是 寬恕大於許可 嗯 對 就是說 這句話的完整是說 Ask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 全面 對 就是說你如果想到什麼 你先去做 做了之後呢 可能造成一些就是困擾 那這些困擾的時候呢 你馬上道歉說 對不起造成你困擾 我們趕快想一想 怎麼事情更好 而不是說 你先去問所有人說 你要不要核准 我的這個新的想法 因為在他看到你的新的想法以前 他根本不知道要核准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 有蠻多例子可以舉了吧 嗯 那 可以幫我們舉 一兩個 好比像說 舉一來講 像我說我主持的會議 對 十天之後到公開嘛 那 我們在這邊退行 那 後來就有一次 發生 中間有一個連假 所以那個連假我忘記幾天了 四天還是五天 所以等於就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他變成要犧牲這個連假 去看他的發言 才能夠去公開 那 但是呢 我如果當時一開始 沒有設這個十天公開 而是我去請他 往每個主管簽合 願不願把他的發言公開 那這件事大概永遠就不會發生了 因為政府資訊公開發言 擬稿階段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公共利益有必要的公開職 所以我就是先講說 我主持的會議 公開 全部都有必要 就是這樣 二十天 那但是呢 後來發生了連假的事件 那所以公務員也告訴我說 你這樣不是等於 要我們連假要加班嗎 那我就說 對 所以從那時候變成十個工作天 那這個就是很具體的例子 有加大費嗎 公務員因為是就是 有一個叫做國民旅遊卡的東西 所以就是 加班費現在有一些是用國旅卡去 對但是事實上 國旅卡是有點剝削公務員 因為實質上算起來 如果你好好發加班費 國庫支出是比較高的 比國旅卡高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剝奪公務員的權益這樣 那而且又限定特定的消費品項 不過現在好像都放款不少了 對 還剝削我其實 喔好 那個另外一個 那個工作天就避開這個問題了 完全避開這個問題 對 就沒有加班 然後大家也很緊張 對 但是我還是要請求大家的原諒 我一開始沒有想到 有連假的問題 這樣 好 沒事 我只是 好 打破將局應該就很好理解 這個很緊張 對 例子 打破將局好比像說 就是如果現在大家看起來 是一個零和的一個題目 那你用一個創新的方法去 兩邊都發現說 互相彼此不犧牲嘛 那之前我們也已經提過了 就是要是發明號碼牌 跟這個無戰衛江民宗他們發明地圖 那這個就進入一個僵局 因為好像兩個只能選一個座 你要嘛發號碼牌 地圖就不准 要嘛你用地圖 你就要強迫鑰匙 不能夠發號碼牌 只能一個一個過卡 這樣 所以在當時呢 就是後來就有一個創新的想法 就是說 那我們就把發號碼牌跟零口罩 在地圖上分兩區顯示 而且最後呢 它一發完號碼牌按一個鍵 就可以消失在地圖上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互相校準的問題就沒有了 所以總是可以透過創新的方法 而不是我選任何一邊站 去對抗另外一邊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中文字跟英文字真的很有趣 因為選一邊站其實一直不斷 在我腦海裡面迴轉有沒有 但是它的英文字啊 那個oral science跟那個 take all the science 對 take 對 take 那跟中文意義 剛好就是有點點出入齁 我不知道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這我不同意啊 它跟中文的意思不完全一樣 因為take是拿去嘛 戰是戰力嘛 其實是不同的動作 確實是如此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你知道就是在那個時候 整個都很開心這樣 好 所以那這一集 那發現剛剛我們講的是 就是在政治的推動上面的例子 有沒有發生在你自己個人身上的啊 個人身上的例子 打破僵局 打破僵局嘛 好比像說像之前我們也有分享過 就是我去跟杜惠平校長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是一部分是因為他的關係 我家人才被說服 因為他們很尊敬杜惠平校長 我在家裡跟家人討論說我要出學 這個可能討論很久 但是到最後 其實讓教育局可以不來罰我們錢的 是校長啊 也沒有別人啊 所以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不是說好像我幾天到學校幾天在家裡 什麼什麼好像一個零和的遊戲 而是可不可以告訴校長說 其實我一天16個小時我都在學習啊 所以我有沒有在學校裡面都算在學習嘛 那你可不可以認同我的這個觀點 那這樣我16個小時裡面幾個小時到學校就已經不是重點了 因為我反正都是在學習 因為校長接受這個觀點 所以這樣子的話 那其他人包含我家人 有沒有什麼話好說 他們也同意嘛 這樣 理解什麼 對 像這個床那個 然後剛剛那個已經講 你使用代碼描助概念那個 對大家比較難理解 這個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做任何的舉例的時候 都舉一個對方有過生命經驗的那種例子 對 其實全部就是這樣子 話比想說 像新的這個期待身份證 上面有一個背面的一個讀取碼 有這個讀取碼呢 才能夠感應讀到你的戶籍地址 我想這個非常抽象 大家腦裡一定都沒有形狀 但是我說 這就跟護照一樣 你要翻開來之後 在自動通關那一邊 它感應一下底下那些小魚的那些符號 再拿這些符號去判斷你能不能夠通關 如果你有出過國 我這樣講你就懂了 對吧 所以意思就是說 用一個實質的流程來描述概念 而不是用概念本身來進行溝通 例子嗎 這不只是例子 而是我們共通的一套服務流程 就是我的通關的時候 跑的那一套代碼EGATE 就是自願申請自動通關 一定跟你通關的時候是同一套 不可能這個我在桃園機場跑一套 你在桃園機場跑一套 它一定是同一套 所以當我在講的時候 我就百分之百的自信 我在描述的這個體驗 跟你的體驗是一樣的 為什麼今天他們肯定講百分之百呢 因為其實自動通關的那個部分有沒有 像是說我媽 以我媽媽來講 你看老人家有沒有 叫他去辦那個就是自動通關有沒有 他就一定要去蓋個章 他就覺得蓋個章 因為以後會全部都改 沒有 他是自願嘛 所以我說自願申請自動通關 所以我前面有個Qualifier 我說如果你有辦過自動通關的話 那我百分之百確定 我的自動通關跟你的自動通關體驗是一樣的 對我們有聽到前面那一個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 那我們再找別的例子 但是至少 假設你有辦過自動通關 我們這個溝通就成功了 理解 就是前提 有前提後還是後面的推論這樣子 對 還有結果 好 可 不 理解 理解 好 然後因為我剛剛本來想插出去問 但現在還可以 就是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嗯 跟天才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相信加州在你身上 其實有很多的那種 就是標籤化 的 符號在前面 但是 就是說 就是我也遇到 一些人 他們 其實會給我一些建 就是他們談的 的過程會有一些建議就是說 就是在市場上面 或是在 在社會裡面 有沒有 作為一個先知 或作為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天才 有沒有 先不要講一年早死 之類的那種就是 比較難 比較不好 不是那麼好 好聽的話 這樣子 但是 天助英才什麼 對 我是覺得還好 其實 那只是到另外一個 國度裡面去做他的 想做的事情 嗯 我 我用的是一種 比較大家 不能說世俗的語言 因為世俗也是社會形成的 嗯 但是我想到的時候就是說 像剛剛我們講的就是說 那您 您剛剛覺得 您的個人經驗 就是那個 打破僵局 是因為 多評銀校長的關係 那 可是 我想 我從那裡面 我想要 就是 我記得這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是 在問天才的部分 請教的 但是我想請教的是說 你總是想事情的時候 都被人家找一步 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放在公共政策上面是好的 就是說 就是公僕中的公僕嘛 對不對 可是 會不會就是說 有時候也想得太快了之後 就是說 放在市場裡面啊 它很容易就變成就是 一種 先就是 灑布死在沙灘上 然後我聽到比較多的那種就是 有一些人 他們會建議說 你還是 因為創新嘛 你還是要走在前面 但是你早於 早於 市場半步 因為早於一步 你可能就是死在沙灘上 但是早於半步 其實 你還是 要再 引領風潮 因為你不能就局限 就是在現在上面 那您認為呢 不過這比較是製造業的思維嗎 服務業好像很少這樣講 嗯 它 有 我碰到的不僅只有製造業耶 其實也有像甚至是 是那個文創產業 然後 我 因為這個都是開放性 因為這也是局限 在我的知識幻衝裡面 因為如果是文創產業 那你把產出的東西 當作一個作品 那跟產品是一樣的 那就是類似製造業 它是Transactional 那如果是純粹就是服務業 就是Relational 就是每天都會見到面 或者每個禮拜都會見到面的這樣的話 那你是一個新的做法 那你的客戶 立刻就會告訴你 好或者不好 你的迭代週期短 那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概念不好 或者是過於超前 那剛好是討論的一個好時機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跟客戶是Relational的 那應該不至於出現超前一步 或半步或兩步 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Transactional的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很大 而且我也同意 對 好 那但是這個也解答了我的 就是讓我更清晰的 就是分野成兩個 可是對照到您身上的話 有沒有 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就是因為也是延續到 就是等一下 我也是要進入到 我比較大的 特別就是說 上次有講到說 我有請 您有講過說 您也可以說 您是維根斯坦的信徒嗎 您說是嗎 那它裡面 其實它也寫了一本 關於天才的書 有啊 對啊 沒錯 然後那個 您也有講到說 就是 小的時候 您小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看錯 沒有記錯 沒有那個的話 就說您有提到這個時候 你很小的時候 其實 你也很注意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落到 就是 呃 就是天才會犯的錯誤的概念裡面 郭根斯坦 醫生生前出版一本書嘛 《邏輯哲學論》 死後出了《哲學探索》 還有一些這個手稿 所以他到底哪一本書 是關於天才的 等一下喔 您知道范光帝教授嗎 沒有 不知道 他是台灣人 後來到 英國去學 但是加拉大教授 他就是專門 就關於斯坦 OK 我可能有看過他的英文名字 F-A-M-K 對對對 我可能看過他的英文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專門名字 他是我們做的 是是是 那很好 如果您想要輸 或許我可以 是是是 他有給我 但是我根本看不懂 OK 那我們下次來收 可以啊 我講得太快了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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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才沒有關係 對對對 是是是 是另外一個人 講他的傳 因為他也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 就 就去死了這樣子 然後他那 他 他把他 呃 他前面講的就是 就是那個天才哲學論這樣子 然後對 然後 這就是別人寫關於他的一本書了 了解那本我沒看過 對 然後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就是進入到今天 有幾個比較大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上次斷斷續續有討論到天才這個課題有沒有 那 嗯 先不管我自己的立場 然後對 對大家來講的話 就是 呃 既然你講說 因為其實跟我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先知 你找一步知道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超前部署啊 但是他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超前部署 那個問題還 我告訴他們 如果是超前部署的話 好如果是服務業 讓你講服務業跟製造業的滋味 好這樣子我可以理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對就是說 嗯 你從小到大有沒有 不管身高180或智商180有沒有 那我們不得不不 不說就是說 其實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 就是 你真的也是個天才兒童啊 嗯 就是 不管是創業啊 知識啊 還有跟人家互動 還有各種 行事啊 那 第一個就是 你面對 那麼多的 那個標電放你身上 嗯 我三十幾歲啊 你要說我是兒童 同性未明也可以啊 高興就好 神童好不好 大人好 三十九歲還叫神童 也有點奇怪 但你高興就好 不爭執 欣賞的態度 欣賞的態度 其實那時候 就是 對 這個字也常常出現 就是 他不是一個 感覺不是一個 褒義 是一個貶義 沒有沒關係 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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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稱呼天才 你的 嗯 講的 最那個 就是 遇在其貫必成其重 那你的 你會不會覺得 你的感受是什麼 不要說壓力啦 就欣賞啊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這樣 蛤是這樣 這樣 會不會 那時候小時候 會不會壓力很大 不會啊 不跟我沒關係啊 嗯 因為那是別人講的 對啊 嗯 但你父母應該壓力會比較大一點吧 因為那時候都是如果壓力沒有那麼大的話 父親不會選擇去德國嘛 然後母親其實他就走另外一條路嘛 對對對 確實啊他就等於是創業嘛 對 是嗎 嗯 可是那時候其實你 沒有什麼 嗯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是 關於我的創作 但是並不是我自己的創作 那這點我分得非常開 好 那像比如說好 那再進到另外一個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 像我自己認為的 我理解 不是我自己理解到的 所謂的被冠上天才那些人 有沒有 的確他們有 當然你 他的IQ真的就是高啊 然後再來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他們其實 他們其實是 也看了很多的書 然後像我也知道你也看了很多的書 其實也是上次有提到 就是厚姬勃發嘛 就是說大量的閱讀 大量的博覽群書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對您來講的話 您會覺得說 就是說它其實是先天存在 還是後天的 當然 我現在大概看書 都是因為好奇 跟覺得看書很有趣嘛 它是一種樂趣這樣 所以 當然這部分一定是先天有好奇心 那後天又結合了實際的樂趣 這兩個要同時存在嘛 缺一不可嘛 那但是你問我說 我唸這些書是為了要被稱作天才什麼 沒有這種問題 對 所以其實你從小到大 你就是你的 我知道就是 後來就是我們在台灣過程 就是越來越廣泛 越來越廣泛 可是事實上其實最剛開始的時候 你小時候很小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說 你就是不喜歡這個世界 這個 我的體會不對情形糾正 就是說 不喜歡這個體制 然後所以其實在書本裡面有沒有 其實你得到更多的快樂 你說書不屬於這個世界這樣嗎 就是說 你說不喜歡這個體制 你說不喜歡這個世界 所以去看書 沒有 不是不是 就是說 就是不喜歡這個體制 然後所以 所以就是在那個世界裡面 在那個 因為我開始看書的時候 根本還沒有念小學 對 所以這個詮釋顯然是 時間順序上是有問題的 嗯 對 所以你是從小到大 對啊 你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你就喜歡 非常喜歡看書啊 對啊 對 對 我繼續問一件事 就是 一開始我們談到著作權 對 第一個 你放棄著作人格權 對 這個對我來說有點震撼 第二個 你放棄對所有描述你的著作的提告 對 對 讓我把上次我對你體會的隱約的一個感覺 對 就是 您無我 您處在一個無我的狀態 那對我的理解 無我的狀態 其實是很多修行人 想要達到的境界 對 然後很多的修煉過程 都是不斷的在跟我自我對抗 自我對抗 對哦 那我可以冒陪問一下說 您這個無我的狀態 您是怎麼形成的 然後怎麼有這個概念 或者是這一路走來是什麼歷程嗎 對 其實你用著作權法的框架來看 確實 我的感覺 就是我已經死了50年 嗯 因為死後50年就不能再主張 是 你剛剛講這些提告什麼的這些權利 對 那我如果今天到了美國 可能我已經死了70年還是75年 對 也就是說 當我說拋棄掉著作人格權跟財產權的時候 我確實是好像一種我已經死了很久 嗯 對 那種感覺 在在相處 對 最先肯定你的詮釋 好 那回答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在看的這些思想 好比像說 剛剛講這個快速公平有趣什麼 我不會覺得是我的思想 我覺得是別人傳到我這邊 嗯 我只是好像它的載體 嗯 但是呢我想出一個 它可能押韻也好 或者是比較好記也好 嗯 確實 但怎麼想出來我也不知道 睡覺的時候冒出來的 嗯 然後我再把它分享出去 嗯 所以增加了它的基本傳染數 嗯 對 就等於讓這個值得分享的概念 分享到更多人 嗯 但它一旦傳到超過一個人以上 就那個R值 只要大於1 嗯 這個就跟我沒關係了 嗯 因為我只是載體嘛 嗯 這個通道嘛 對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看法 就是思想 思想才是真的 我只是它的容器 嗯 就是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我這個容器 嗯 還是要挑嗎 嗯 就是說我知道我可以增加 某些思想的傳播力 那我怎麼挑 對不對 那這個的想法也很簡單 就是那些讓我就是登出的時候 可以比我登入的時候 感覺上要讓社會好的 那我就增加它的傳播力 嗯 感覺上好像在提後代子孫快 嗯 只讓這一代好的 嗯 那我就減少它的傳播力 嗯 那其實這兩個 就已經可以貫徹全部的 我們談的這麼多的東西 對 好 理解理解理解 真的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個月過得還蠻快樂的 對對對 因為概念非常簡單 嗯 就是一個月睡得特別多 嗯 哈哈哈哈 對他有跟我說 上次之後 我就一天到晚病 你又早點睡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行事醫院都不用人家 非常好非常好 嗯 小孩子 對對對 你看你功德無量 是是是 好我們如果能把這些概念好好的傳達出去 我們也功德無量 是是是 沒錯 突然這樣覺得壓力好大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沒事 我問完了嗎 對不起我剛剛 因為我一直在思索 所以我就猜了題 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因為 這也很冒昧啊 但是就是你 那麼小的時候 我知道就是說 您父母工作的關係 家裡有很多的書 您喜歡喜歡看的書 嗯 可是那麼小的時候 就是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就是 是母親先帶您進入那個書 書箱的世界裡面嗎 她帶我去圖書館 對 但是就是家裡的書 反正大家都有書 舅舅也有 叔叔也有 大家都有書 對 可是像比如說 就是說柏拉很巡述 可是你的記憶力也很好 對 對 但你那個記憶力是怎麼樣 就是做到就是 這樣的程度 因為你那個記憶力不是 普通的記憶力 你那個記憶力是 除了就是 我的謬誤之外的那個 糾正之外有沒有 還有就是 我們在談話 如果說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我會記住是因為 我不斷的聽不斷的看 對 可是因為你 我相信你沒有這個時間 當然沒有 我還有別的事情做 對 但是我後來 第一次 可能我就沒什麼感覺 但是好幾次下來 其實你也 也就是 當然那個脈絡在最高暗的時候 你其實有講過了 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就是 不斷的repeat 你自己的竹子稿這樣子 對 但是問題是說 那個也是僅限於就是說 這段時間很密集很密度 就是說 疫情還沒過來 但是就是 疫情比較緩和的時候 這段時間其實 大家在問你的問題 其實你不斷的repeat 有沒有 但是除了這段時間之外 有沒有 我發現其實你在 在往前的也都差不多可以記得 對 就是那個記憶是怎麼樣 這不得不承認 其實就是你的IQ真的比較 不過這是有一個練習的方法 而且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 在跟對方相處的時候 腦力沒有雜念 不要想別的事情 不要突然震動起來 或者是 好煩喔 對 因為就是說 當你被打斷的時候 其實這有點像睡不夠 就是變成你不是完整的注意力在這邊 那如果是完整的注意力在這邊的話 其實下一次我們又回到這個對話場景的時候 大腦會很自然的回到上次的那個對話場景裡面 但是如果你同時正在分心的話 會變成兩邊都沒有辦法記住 那這個是就是為什麼就是很多人手機 他只要有開震動或鈴聲 他等於隨時都在注意力缺失的狀態 不是說他天生有注意力缺失的狀況 而是說他後天被做成注意力缺失的狀況 所以也不是說我的好像記憶力就一定特別好 而是說我不會讓自己陷入那個被打斷的狀態 您這樣講之後再加上您八小時 我認為您好像有個前提 就是大腦本身它就是處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它會自動運作 只要我們不要做不恰當的事情 它其實是可以超出我們的 超出我們個人的意志之外 它其實是可以自動 對對對 你就不要做一些事情去傷到腦筋 不要傷腦筋就好 對 這是有理論嗎 還是有理論 有理論 對 我就說他已經 他非常理睬 對 有理論 他那個 就是目前的心智科學 特別關於睡眠這部分是很紮實的 對 有說我們可以引接到台灣出版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不是 可是有位台灣的教授專門就是研究睡眠的 但是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就找一下 對 最近是有一本談睡眠的科普書很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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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這種很無厘頭的雨詞來了 因為我想說歇後怎麼會在妳身上 因為我們也很好奇就是一直在討論就是說 對 因為其實 您的出現就從 小到現在 интер多人都注意到了 但是這一陣子其實你應該也不厭其煩吧 就是這麼多人 不管我們今天是帶著目的來 或是不帶著目的來 就是... 我要講什麼 說對就是你帶著目的來不帶著目的來 然後我突然被我自己的笑臉 你慢慢想可以讓我查題嗎 可以,你盡量盡量 反正我有準備幾個大的... 我試著想說 因為你認為大腦它自己會找到一個最好的運作方式 那我們就不要傷害它 身體也是,都是一樣的 然後讓它自己給發洩出來 可是某種程度,除了大腦之外 我們還有靈魂 那大腦是一個物質的 靈魂是一個非物質的 它們兩個怎麼結合 不過我剛剛特別說 身體也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並不覺得說 大腦是獨立於身體而存在的 可以說整個全身都是大腦 要這樣講的話 對,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你剛剛說靈魂也好 或者說我們說奎莉亞 對於感受的這種品質等等 它是你照顧好身體 自然它就會出現的這種東西 我們說靈感或什麼之類 所以其實說載體也是有一個道理 就是說思想反正已經在那裡 那你把自己的身體包含大腦照顧好 那思想就進入你的靈魂 所以你的思想是 是一個外來的能量 它可以進入 它就是 就是魔音或迷音嘛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值得被傳送的 從有書寫以前 就會有一些 大家覺得很值得告訴後代的這些故事 那這些故事是有生命的 每次講的時候又重新獲得生命 那講故事的人 尤其在書寫方面以前 其實只是這些故事的載體 這是所謂epic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就是說故事的壽命 嘗過人類的壽命 大概是這個想法 約略能懂 可是這個的話 就是 當然思想它就有點抽象了 但是抽象 因為它有個共同傳入在那裡 但是我是說 屬於我們個人 它還有一個非物質的 那個非物質不是個人的 那個非物質是大家的 討厭 對啊,只有身體才是個人的 嗯 其實這個就是跟 哲學上的知識論的討論一樣 嗯 就是說其實我就是 我自己本身只是一個 軀殼而已 對啊 然後那個認知的本身 為什麼迪卡 會想說我是過在 那也只是它自己的一個理論而已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找到 思想脈絡的來源的時候 它只能看到它自己的那個 Design 的存在而已 就這樣子 對 我竟然能夠聽你解釋 哇賽 沒有問題 你也是這個專業 沒有 沒有 我認為那個 反而是更說 更一提也是說 在 Mewage 它會說 自信本體 當然了 然後在 有些的話 就是說 宇宙一次 對 沒錯 你這樣講也沒錯 但是 嗯 還是有自己的自信是要修煉的 那但是 那個是這個 大的這個 你說靈魂 在這一個特定的軀體 好像 一隻手的一個手指的這個程度而已 對 但你要說它的感受 那個是全部的 好 謝謝 謝謝 多久 因為 有些問題 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我們要多視角 要多視角的討論 其實才能夠就是 嗯 但是我怕這樣影響到你寫作 你的架構 完全不會 因為 因為我也很謝謝那個 政委就是 就是 他應該 如果 我們 因為我們的思考脈絡是不太一樣 他能夠忍受我這麼多次 我 其實我也非常謝謝他 所以你要謝你要謝他 不要謝我 你要謝天吧 對對對 好 對就是那個 好 天才的部分的話 就是除了大腦的探討之外 有沒有 那 好我看一下 我 天才部分 因為天才部分還不夠 因為我們不會用那個 因為我有跟你講過 我們這次來其實是要解禍的 對啊 對 所以不會 可是問題是說實在是 因為我看到實在太多太多人 就是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 很多人很希望就是不要用這個標籤 但是 但是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沒有人去吃掉那個標籤 隨便啊 我叫你隨便啊 但問題是說 我們還有他者啊 第三者啊 那 那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 我必須要去克服 所以我必須要盡量問啊 那再問了 能夠問多少 能夠討論出多少東西 那那個就是 你了解啊 對謝謝 謝謝謝謝 我也聽懂啊 對 那 沒關係你繼續 反正我有準備喔 應該要說 要好好對待自己的大腦跟身體 對 然後呢 那有時候很重要的生活習慣 對啦 就出來了 可是您剛剛說 如果他 他 處在一個 不知道那個什麼狀態 他認真打電腦16個小時也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只要有睡到8小時 是這樣嗎 只要有睡到8小時 其他要做什麼 因為睡到8小時才是重點 對 那16個小時你做什麼不是很重要 那8小時不是真的睡啊 那8小時就是自己寂寒 對 跟自己相處 對 他上次其實有講迫一個就是 講白一點 就是跟自己 睡覺嗎 不一定 就是完全就是不要有外在的刺激啦 所以你用來乘坐也可以嘛 你用來就是躺著然後發呆也可以啊 都都可以 但是重點是沒有外面的刺激嘛 嗯嗯嗯嗯 但不是孤獨哦 嗯 他不孤獨 我後來發現對 不是孤獨 對 是跟自己相處的人 因為那個其實蠻蠻難的 沒有外界的刺激 可以有內在的刺激 那睡眠的時候當然也會做夢 所以重要有益的休閒活動 對 其實並不是那麼 如果能夠讓你睡得比較好 那也不錯嘛 對 對 對 目的是為了睡覺 對 我第一次 那麼明確知道原來睡覺這麼重要 對 這就很重要 這真的很重要 對 這睡不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魷魚症 就是因為他睡不好 是啊是啊 對啊 而且那個睡覺其實 就為他講不是完全是睡覺 其實就是跟自己相處的能力 那個能力其實是蠻難的 嗯 然後但是不是 天啊我要 我可以幫你做轉意 很好啊非常好 沒有Joke可以啊 Joke我全都佩服他了耶 我覺得他聽了半年耶 我都覺得他能夠這樣子 你可以附送了嗎 差不多會有影響 對啊應該可以吧 那可是 可是可以像正文一樣 應該不只是附送 你應該有在實踐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這樣子 聽到 潛移默化了 產生作用 就是盡量不會加班這樣很晚 絕對是這樣 對 對 你聽到他說睡很飽啊 對啊 而且他那個 校友新生 你那個臉看起來就 一副 非常的 nice的感覺 不是嗎 法喜充滿 對 你今天有新的名詞 法喜充滿 對 而且他 也是念之功 因為後來就是 大家都要纏著他 就是為他的感覺這樣 因為只有他就是 真的就是 就在旁邊這樣子 是是是 後來才知道說 他也是為了自己的夢想 對啊 他念 欸我不小心泄露你的那個 你完全透明公開可以嗎 OK啊 喔 你沒做什麼壞事齁 沒有 好想 對 那也是 就是 清上之功 後來就學影像這樣 他說那你父母有沒有那個 他也是 就講說 我自己 可以我有自己負責這樣 是啊 我覺得蠻棒的 對啊 然後也是這個設計師啊 就是 非常斜槓 對對對 他說越行越好 極為斜槓 對啊 也是跟您學習的這樣 沒有 我跟他學習 好啦 你們互相學習 對對對 你們互相學習 他都碰碰了 剛剛是天才的部分有沒有 我其實 有點 今天的月子 你看這睡不好是這樣 睡不好就是 就是 今天的狀態就是 像我昨天就真的沒有睡好 嗯 我昨天大概三點多就寫來 哇 對 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實在太冷了這幾天 嗯 但是 因為那個素材是不夠 不太夠 嗯 天才的部分可不可以 也幫我們就是 因為其實我大概可以知道 你那個 但是我不能陷入 陷在那個樓金外錄裡面 對 嗯 是不是想說 天才可以用幾個面向來看天才 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好像是用 他的制律來定義他的天才 嗯 你自己怎麼看天才這兩個字 嗯 他就是有些天生的才能啊 就是這樣而已啊 本來就是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字 嗯 天才才能 所以很會做飯 做到底 都可以啊 因為有些天才才能 就是天才啊 那時候IQ180是怎麼來的 這個部分 就是我 可能 我 我工夫沒有那個 湊好 IQ180是怎麼來的 好像是 小時候 確實是有做過一些智力測驗 那去生肢幼班的什麼時候 我都有做過 那 但是 其實這應該是俄傳 因為 像韋式智力測驗 成人的話 160是最上面 那 那在上面是沒有的 他會打一個型號 表示他測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並不知道我的IQ是多少 因為我成年之後怎麼測 都是打個型號 就是他沒有辦法測出來 想說已經 因為他的效度 他只到160 上去沒有兒 對 所以 180就是 升高 我升高真的剛好180 嗯 你也沒有去查說他怎麼 沒關係 讓我去查這些字好了 因為反正 哦 對 就是IQ180是一個很常見的形容詞 就是說 你要說一個人很聰明的時候 會直接說IQ180 對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形容詞 所以 也許 在當時 一些行銷的文案裡面 好比像說有家出版聖 好像叫商聰 好像叫商聰 對 其實我 在做成長善生的行銷的時候 可能用過這個詞 對 沒錯 對 然後就有點以而傳而下去 這樣子 就是找些報導 我整個都想起來 我問個問題 就是我曾經有一個作者 他叫徐岸如 對 他也是天才少年 對 然後他後來是走生物科技 那我一次問他說 那時候他還在小 他大概14歲左右 我說那你怎麼念書 他說 我說知識的或許是什麼 他說 看那個書 看看看看 一開始看他說 他覺得他四神相識 然後呢 他就變成他的了 那對我們來說 每次看 看一遍 會搞懂 看第二遍 第三遍 然後之後才慢慢 才融會貫通 然後才能吸收 那請問您呢 您是什麼樣的 我是分成小說跟非小說 非小說的話 是用掃描的 掃描完之後 就去睡覺 醒來了 大概他的脈絡就記得了 那小說的話 就是去享受他了 有點像在腦裡放電影那樣 兩種完全不同的 所以您的姿勢在您看的時候 您有去融入他的架構嗎 還是 沒有 就掃描 純粹掃描那個 純粹掃描 而且不會去打斷桌子 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人看書的時候 他看三行 就開始在腦裡 跟作者吵架 對不對 就開始有詮釋性的東西出現 對 然後就會翻來覆去 literally翻來覆去 對 那我的話沒有 我就翻 就把它看完 等於讓作者完整的概念 不一定一本 有時候一張 但就到一個段落 然後就去睡覺 醒來之後 那一整個段落 比較有個結構在腦裡 那您睡覺的時候 有刻意去思考它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翻走 所以 浏覽就是真的浏覽 對 就是把它像照相一樣的照起來 有點像照相一樣 對 請看我們寫的閱讀篇 對 好好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那天我們 還有就是我們 第二次 應該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三 第四 第二次 你們兩個有 因為我提前走 所以有拿 對 有實際拿一本 實際操作 對 知識論的不正義那本 來試試看 對 對 我們的影片很多 有 看書的方法 對 閱讀功 還有書寫 那是看書的方法 還是書寫的方法 都可以 都可以 它就是一個 應該是 就脈絡形成的一個過程 對 不過我還是覺得 因為我看到那個 我回頭看那個影片 因為你閱讀的速度 非常的快 快 就是我們 但是應該也是 練習出來的 結果 因為已經 用這種方式已經練到 如果存心了 因為就我們一般也看到 這樣快的速度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 很難把 不管是圖像記憶 或是 這不是圖像記憶 其實是完全另外一種 記憶方法 讓大腦自由 對 讓大腦自由 就是你 你讓你的心神去契合 那個裡面的結構 對 像我們寫程式的 看別人的程式碼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狀況 你絕對不會 在腦裡唸出聲音來 自真 聚拙 它的什麼 不會 你是那個程式碼 它後面有個意念 你是要跟那個意念 去對話 那個架構去對話 而不是那個程式碼本身 所以 很多人看程式碼的時候 它也是用掃的 就是因為它重點 並不是這樣 但是它那個架構在哪裡 你讀詩的時候應該就不是這樣 不是 詩小說等等 這些是過程裡面 我是享受它的 所以那當然那樣子讀是 完全喪失意義 放電了 對 理解 那我再確認一個事情 我們上次講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您提的時候有講說 那個掃描過程大概每頁是0.5秒有沒有 但是在另外一個攝影棚裡面 最短0.5秒 可是你在另外一個攝影棚裡面有沒有 另外一個攝影棚就是另外一本書 它實際有去量大概2.5秒 沒有它寫的是每頁0.2秒 那我想說 0.2秒真的太快了 所以那是錯誤 不是錯誤 那是有點 我也要看它一頁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用Kindle 對 那Kindle它是兩面 對 其實它的一頁是兩頁 兩頁 對 所以應該是一頁0.5秒 我們認是沒錯的 就是說以一個我目前iPad這個大小 對 那就兩頁 就是 因為只要看你的開本是什麼 這都很難講 我們上次那個 應該算兩頁 對 我們上次那是兩頁 算兩頁了 兩頁大概半秒 對 對 因為我在想它不太可能寫錯 所以 對 所以如果它是把這個半秒除以左右隔一頁 那差不多0.25 對 對 沒有錯 對 因為你看到時候一定也是修修修 就看過去 對 所以這個 我們不要造成語言的滅誤 對 然後 我們為了未來好 對 它是一面兩頁 對 嚴格來講 一面兩頁 對 如果您現在在掃描 當下 我問您說那個書寫的內容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但是我隔天問您 你就知道 是的 是的 那這樣 要開始練習 這樣閱讀 嗯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要這樣子練習 它是很省力 沒有錯 對 但是那樣子的壞處就是說 有一些不是完全知識性 或完全休閒性的 它是知識性的 但它的文筆裡面有一些優美的部分 有一些詩意的部分 那你用掃描的方法看那些是丟掉的 那些沒有的 應該就是看功能 對 對 閱讀這本書的目的 對 會變成這個書完全變工具書 不管它裡面本來有沒有文學性 它就是只有概念 對 但是細節沒有 對 對 所以它不會判解有找我 對 沒事 嗯 好 那謝謝 那我們在 為什麼會一直提這本書 是因為這本書它被延伸到不同的 就是它這個IP其實一直不斷的被引用 對 對 所以我就會想說 欸 那也蠻厲害的 因為其實台灣的文化 台灣有很多很多的文化 可是我們就是沒有去做到這個部分 那好來會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它就是把IP幾大化 嗯 就這樣 其實書也是一樣啊 其實他們出好多好多都很棒很棒的書 其實不是只有就是人物的部分 還有就是設計啊什麼 那台灣這一塊其實也很厲害 然後你身上穿的就是咖啡渣跟那個 塑膠綠的 小彩對 對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其實也是很少人去注意到這個 像藍藍機也講很多 但很多時候都是只有片段行 對 那我就說 那件襯衫其實它很漂亮啊 然後它不輸三宅醫生 也不輸那個春久耐美 嗯 好不好不管 我回來不要等一下 保齡 好隨便 對對 好 不是很重要 先繼續 對 日本讀者 所以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好 另外再來 好這個應該夠 好 沒有了 我要跳 跳囉 請請請 我要跳囉 總經理來我好開心喔 對 我每次都好 另外一個再來就是說 一樣齁 這個不是那個 因為剛剛這個是事宜的部分上面 上次我們有講到就是 我想請教你就是說 因為我有問過你一件事 一個 就是快 你認為快樂是什麼 可是其實那時候就是 我們還不是很熟的 中 那時候就是說 你覺得你比較好的狀態是 有一個古希臘文 覺得good spirit Eudaimonia 對 Eudaimonia 其實我也不會翻耶 但是它其實是一種滿足感 所以我們其實 嗯 它其實沒有中文的對應字 所以你怎麼翻大概都不對 但至少不是快樂對不對 當然是快樂 所以 它只是不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 奪約了 它是中約了 嗯 對 但是有些人把它詮釋 因為我看到好幾個詮釋版本 對 有些人把它詮釋就是說 它是那個伊比丘魯 或是像那個 那個蘇格拉底 他們古希臘的時代裡面 摺 摺 就是你今天你要先捨棄那種 短暫的那個快樂的狀態 然後你要享受那個精神的狀態 對 其實蘇格拉底的講法是最 我覺得最貼切的就是說 它的身體包含它的大腦 只是一個載體嘛 那它實際上在起作用的是那個 就是那個靈嘛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共有靈嘛 那所以呢 讓那個 開心的才真的是開心 讓這個身體短期的享受的 不算是開心 所以才是 那這個在中文 沒有辦法翻 這純粹希臘文的一個文字遊戲 所以我要怎麼翻 其實你也不會怎麼樣對不對 不會怎麼樣 而且你真的不能翻日文 你不用假名就好了 你就把 尤代蒙尼亞拼出來就好 對 可是它總是我有一個中文的意思 好 那我這邊需要一個就是 您可以幫 你可以翻成尤代蒙尼亞 對 德摩克拉斯 淹世霹靡醇 這個也還蠻 這個還 這個也還蠻那個 但是有一種講法就是說 當你擁有完滿豐富的工作和愛情生活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就是一種 滿足 就是你講的尤代蒙 你震動這種講法嗎 其實 有很多的詮釋方式 因為我找了好幾個版本 有好幾個版本 甚至還有畫那個四個圓那個 就是文式圖疊在一起的那個什麼 一起蓋啊 對不對 也有那種講法 對 就是說 因為每個人他接觸到後面那個 Diamon 的接觸方式不一樣 界面不一樣 就會用不同的詮釋 對 但尤代蒙尼亞是同一個 這樣 Diamon 是D-I-M-O-N D-A-I-M-O-N D-A-I-M-O-N 那你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因為這個部分是OK的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在那個 只是說就是這個字的部分的話 後來我有再去把原點再找出來再看 對 但是我這邊缺乏就是說 那種 我把它詮釋成那個滿足感性怪 因為它那個是區別於HAPPINESS 那個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翻成 勉強可以翻成法喜充滿 傻 對啊 有一點像 我很喜歡法喜這兩個字 是沒錯 但是 法喜充滿有點像 因為開心的是那個法 然後你是被法喜所充滿 所以是比較切合蘇格拉里說 它被Diamon所充滿 對的那種感覺 但這個就往宗教那邊去了 對 就是我們每次要翻這種東西的時候 都只有宗教的可以用 對 因為宗教在這方面走得比較先進 對 對 他們研究比較久 對 而且他們也體驗到 對 那現在的剛開始研究 所以就沒有太多字可以用 對 到這個領域真的只能借用宗教的字眼 對啦 借詞啦 是 那這個 這個 好 我想我們的讀者應該有想像力 可以 就是說我們在宣教嘛 對 睡覺也是一種教嘛 對 對 所以用共有的名詞去解釋 還比較容易體認 對 就比較能理解 哦 那在講什麼 當然不能有 好 我是很喜歡 但 好 沒關係 那您可不可以幫我們舉一兩個例子 就過去一些到現在就是 我知道你比較快樂的時候 你充滿自由的那種狀態就是 你有跟我們分享就是說 那時候你終於可以不用去學校了 對啦 發起充滿 對 那最近 對啊 我在學校那段的時候我也好開心 是 就是人生怎麼可以過這麼high 就是 那最近比較發起充滿的是一個 這一段時間 因為 這也跟等一下我要跟您請教的幾個時間走 我不知道這樣區分是對還是不對 好 就是 最近你覺得比較發起充滿的狀態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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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比較簡單 呃 舉例來說 呃 就是吳京耳老師的接班人 呃 有來跟我做過一次訪談嘛 呃 就自己裡面如果找這個成品來訪 會找得到 那次對談到後來是很有發起充滿的感覺 呃 呃 什麼種 讓你覺得 讓你處在一個疑悅的狀態 文文傑小姐 呃 因為 那 對 那 我覺得兩個 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後來也有討論到就是作為思想的載體啊 嗯 然後 討論到說 欸對我來講我就是活到上一刻啦 其實 那種感覺 那 那種感覺如果沒有類似體驗的人 呃 呃 講的也是白講 嗯 嗯 對 那但是講的時候 欸發現對方有類似的體驗 嗯 那這個就好像說同一個Diamon 但是雙方都是載體 嗯 那這個就很開心 嗯 對 對 有共鳴 對 那另外一個也是說 好像是說 因為我當時其實還是在經營那個 你知道 電商公賣局賣口罩 對 的那一部分 那他也在做電商轉型嘛 對 的這部分 所以 就是說其實讓我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 這並不是宣談 嗯 不是說完全宣談 嗯 其實我們是在我們做實際的事情的過程裡面 呃 去 不管你要說是 呃抽象化 或者是說落實都可以 嗯 但是好像說這跟我們的 日常的這個身體 或者是社會的相處 嗯 是連結的 嗯 不是純粹宣談 那這個我也很開心 嗯 嗯 有事物的落實 對 跟你有共同感覺 對 那是一個 有伴的感覺 對啊 就很開心 嗯 比你唱 唱歌開心嗎 都可以啊 我唱歌 我唱羅代勇的歌 也是跟羅代勇的 呆萌在 在相處 是一樣的意思 嗯 對啊 嗯 嗯 你上次生氣是什麼時候 或是你上次不開心 欸不要說不開心 因為我知道你上次不開心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嗯 對就是 嗯 現在應該是比較心無波然 對不對 嗯 我可以包包包你現在就是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也很快就過去了 對啊 當然 嗯 嗯 好 如果硬要您舉 就是您活到這個時刻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 三個關鍵點 上次 我歸納的 就是說 我不知道您怎麼不同意喔 我不見得是這樣子 我們不見得 我不見得是這樣子 但是我要確認一下 那個時間之後 是不是在我的思考範疇裡面 是對的 因為我不希望您看到東西 其實是有落差 就是 一個是 就是 在 呃 那時候終於不用念書 15歲的時候 這是一個時間點 終於可以全時間來念書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這種人就是 對 完全不喜歡讀書的人 就在這裡 對對對 對 然後 很明顯你看就是不喜歡讀書 只希望看小說 然後 第二個時間點是 那一個 2008年 金陽海嘯 第三個時間點 是2014到2016 2016,那時候,學運之後,2016就入閣 那這三個時間,你對嗎? 可以啊,沒問題 那可是我有一個疑問是 2014到2016,那時候如果是 因為總不是一個時段 因為我知道說你們不是很喜歡 那一刻我也不是很喜歡 但是就是因為時間 因為我從你這邊的收穫是 時間其實它是應該 很多時候已經經過時間的沈澱這樣 但是如果是2014、2016 那個時間點,你會選擇哪一個? 就哪一個作為主要的時間點嗎? 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就是我第一次到這個辦公室 然後還有隔壁的那個內鄉會議室 那為什麼?那是2014年底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蔡玉玲政委 因為這是當時蔡玉玲政委的辦公室 那所以蔡玉玲政委在這邊同意 他不是以政委的身份 而是一個個人的身份 到臨時政府的黑客松 去提V台灣這個題目 是在這邊談出來的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第一次說 民間社會部門作為一個議題設定者 在政務委員就是那個閣院的層級裡面 是被當作類似導師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跟國策顧問什麼都不一樣 因為國策顧問是特定的人 而這邊是一群一盤散沙一樣 不特定的社群 除了共享主題標籤以外 沒有什麼還有食物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共享的東西 對那所以就是說這是第一次說 我們好像這種多中心化的這種網路治理概念 它真的被確保說是這邊來設定議程 然後反向的要求民國的政府來討論 那以前都是反過來的 這是從我的經驗裡是第一次是這樣 對那當然2014佔領的時候也是要求這樣 那這個政府也有出來討論 那也有實際到這個學生中間 就好像當時就是李登輝總統 對於野百合的朋友們也是有討論 對但是那個都是網特定的個人 那些個人是有所謂的代表 學生代表、學運代表什麼代表 但是這是第一次說沒有是整個網路 整個社群 你只要有好的想法 你有壞的想法也沒關係 那它就有議程設定權 對所以我覺得那一刻 就V台灣這個概念 說那要去G0V黑客送提案 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反轉 也是一個反轉 對就是從這個GOV到G0V 這個0的轉移 對 第一次 那上次我們提到 就是第一次看到VR那一刻 那個其實就是純粹自己個人的生活經驗 但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可不可以 我這樣詮釋 也不要說可不可以 我習慣用可不可以 就是我可以把它詮釋 其實那也是 因為那個 我覺得那個場景其實蠻特殊的 2015年1月15號 大家在為周子瑜的事情 沸沸揚揚的時候 其實 因為這是你告訴我的 我也沒有去求正關 2016年 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2016年1月15號 16 對 然後那個深夜裡面 可是那個時 當你在看到地球很脆弱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遠處看到地球很脆弱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不是 那個時間也是你在反思某一些事 是 就是也沒有 其實就是一個VR的體驗而已 就是一個VR的體驗而已 就純粹的一個VR的體驗而已 對 我覺得那個體驗 它如果 如果不是後面 同時正在發生周子瑜事件 那就是 一個我的個人體驗而已 對 它只是在那個反差裡面 感覺上 反差特別的巨大 對 但如果你沒有後面 剛好發生在那一天的反差 那大概這個故事就講不下去 因為那就是我第一次用VR而已 所以它就是一個體驗而已嗎 對我來講 對 但你在說故事的角度來講 這兩個一對照還不錯 沒有 謝謝你幫我想到 其實我根本就是把周子瑜那段刪掉 對嘛 那你刪掉的話 那一個體驗本身就還好 不會啊 其實那個體驗很美啊 對 非常美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你要說這個生命上面 對 那我現在就可以不需要去國中 那這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對我個人嗎 對於整個 包含後來的這個自主學習啊 或者實驗教育啊 或什麼之類之類 它是至少我用我個人的經驗 我可以去幫助他嗎 對不對 那金融海嘯同樣的嘛 我從經濟部門全面轉向社會部門 那這也是我個人的經驗 對 那看了VR之後你說 因為這樣子我就更關心永續發展 可是我本來已經很關心永續發展了 對 所以它比較是我的一個美感經驗 那你說我思想因此發生了轉變 這好像就有一點多了 對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但是它至少也是一個安靜的 是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它沒有像剛剛那個 沒有像前兩個那麼大 對 沒有像前兩個 第三個 那第三個在這邊發生的事情 不能說是我的Credit 因為那次主要的Credit還是蔡玉琳 政委 以及授權她的應該張正正副院長 或者是毛治國院長 那然後 對 當時還是 對 對 對 然後也不是我一個人來 高家良也有來 對 理解 理解 因為我要把它弄清楚 因為 有時候有一些時間 序跟我自己的理解會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當你在描述那一段的時候 其實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分享的是第一次VR的經驗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 中委他只會看 他會看的是實際場域裡面發生的 對 他不會到虛擬事件裡面 就是真的火星的那個位置 真的國際太空站的那個位置 對 不過我們也很好奇 像今天 不是火星跟土星距離最近的時候嗎 是 像這個你就會好奇 你會想去看嗎 我可以進VR裡看嗎 沒問題 但這個你會好奇想去看嗎 會啊當然 為什麼 就是稍微看一下 看看火星現在怎麼樣 但它不是已經 真正有照回來 就是一片黃解圖 真的你會想看嗎 不是 不是那個照片 我是說直接帶VR去火星那邊看 或者去其他地方看 因為在VR裡面 我可以採取火星的角度看 對 對 或者採取其他的角度看 不一定要在地球的角度 也可以在月球的角度 其實我問這個是 好奇心怎麼來的 因為我一直想要去聚焦這個好奇心 可是我聚焦不起來 因為我對什麼都很好奇 為什麼 因為沒有傷腦筋嘛 就是說沒有一個挫折經驗去剝奪掉 我對什麼東西的好奇心 沒有限制 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沒有 其實有點像麻痹經驗 用教育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沒有因為 我有一個很糟糕的數學老師 所以就讓我對數學不好奇了 這樣 可是你很小的時候其實 你是很快很快就終止他了嗎 對啊 哦 理解 因為我們在這個教育過程當中 可能被一個有用跟沒用 對 就給弄了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 已經不自覺的去過濾了 對啊 對 因為那個保持好奇心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因為我 我也是對 很那個 就是不是我啦 就是很多人都很多事情很有好奇心 但是我已經明明知道說火星上面就是長那個樣子 那我沒事 我還踏上去幹嘛呢 而且 火星跟土星這麼接近 我為什麼要去看他呢 嗯 就算我 我知道他很接近 但他還是隔了很遠很遠啊 嗯嗯嗯 對啊 如果就很好的觀點是 我們不可能 這輩子不可能到火星去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體驗 應該很多人會想去啊 對啊 就是去去感覺看看嘛 還好啊 我就想說我有一天我有錢 我就跟那個特斯拉拉的超班人一樣 就是 我就直接可以變成 我就可以飛到火星去啊 不是十年後 就是 世界也改變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啊 到火星可能就跟搭捷運一樣 對啊 就搭個太空電梯就上去了 說不定 對啊 因為 沒有啊 不要理我 我有神經病 嗯 好 接下來的話 就是 還是 還是要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還有一個比較大的topic 是 之前其實有提到 但是他還是零星的被我帶過去 就是那個 公司協力的部分 但是我希望 就是說 不是希望 不是我希望 就我 我想要請教 雖然剛剛有講到 數位身分證的部分 但是那個是 共同體驗的部分 可是因為我那天聽了 你在公司裡面分享那個 那個 是因為我們最近 要推嗎 對不對 嗯 那個早就錄好了 那他們現在排播 當然是因為碰到這個議題 對 哦 不是不是不是 不講不是排播 我想是說身分證這件事 這個是不是除了疫情之外 有沒有 目前就是說您 由您這邊斬折 就是要推 它本來是疫情前就要出來的 但是因為疫情無限期的延長 因為大部分的力氣都跑去防疫了 對 所以現在是說疫情和緩了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想說 那這件事怎麼做比較好 這樣 欸那 好那現在突然間 今天又突然變得到好緊張這樣 那怎麼辦 哎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可不可以談一談 數位身分證這部分 因為這部分的話就是 算是我在看您的訪談裡面 因為你的資料實在太多了 我也沒有你的聰明才智 我實在記不太 你看的是我跟呱吉的那一集嗎 對啊 對啊 那是最近的嗎 因為其他的同一個主題 還有跟鄧輝文的等等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你每天講這麼多話 你有沒有喝很多水啊 有有有 對 好 那就是可不可以談一談 目前就是台灣就是 他進行的狀態 然後我覺得大家討論比較多的 其實還在於那個隱私權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的進展做得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當作是另外一個 就是討論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事件 因為他在之前 你的訪談比較少講到 而且這個日本人可以感同身受 對 會有身分證是因為有戶籍制度 會有戶籍制度是因為日本人帶來的 對 對 那 先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跟印章有點像 不過印章就可以另外談 對 身分證 你可以講一下印章 因為很多人可能連印章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真的嗎 可是日本人應該都知道印章長什麼 還有中文版啊 中文版那一張可能就拿掉 對 就拿掉 對 因為印章在日本是一個很熱的話題 但是在我們這邊早就是簽名印章並行了 對 所以就是兩邊的那個熱度完全不一樣 對 那但是日本他們要數位廳嘛 什麼 要處理的很可能第一個就是印章的問題 對好 那但是這個就差題了 我們過來身分證 我們身分證是大家對隱私的觀念有所改變 我們現在所用的叫做六代身分證 簡稱六代卡 六代卡正面是關於你的個子 背面是關於別人的個子 也就是別人的隱私 你的爸爸的名字 媽媽的名字 配偶的名字 住在哪裡等等 在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這張卡它是國家發的 那是以家庭作為一個單位 所以呢 你這個都是家庭的成員 所以並沒有什麼隱私可言 家庭裡面的人沒有隱私可言之外 即使是兩個人結婚 也是兩個家族各派一個代表 這兩個家族結婚 他還是以家族為單位在思考 那半個宴席結婚就完成了 什麼時候去登記 你有空再去登記 好像小孩已經出生了 登不登記出生 他都出生了 以前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2008年改成純登記婚之後 我們的看法改變了 整個隱私概念變成以個人為主體 兩個人去登記找個證人 他們就結婚了 你辦席就隨便了 要辦不辦 那你辦了席就 你又沒去登記 還是沒有結婚 所以他變成這兩個人的事情 那這個就跟身份證背面 可以放爸媽的名字 放配偶的名字 這個概念 有一點開始產生衝突 在以前大家會覺得 這沒有什麼不好 反正就一家人嘛 但是現在呢 就會開始有人主張說 我現在如果是去換證 或者是要去住宿 要做登記等等 我出世身份證 人家一翻到背面 突然知道我爸媽是誰 突然知道我配偶的名字 我不在意 好像他們會在意 現在開始有這種想法出現 在以前是比較沒有的 那所以這個確實是 有點像是儀式婚改成登記婚 家族為主的思考 改成個人為主的思考 社會在改變 是不是這樣有做 所以我們就一直有一個聲音 尤其是同文同落之後 因為他知道你的名字 又知道你的配偶的名字 他八成可以猜出你的性景象 對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隱私問題 對 那所以總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隱私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防衛的部分 因為他保固10年 到現在已經15年了 所以其實要偽造蠻容易的了 好 那所以這兩個就是防衛不足 隱私過多 這兩個 那所以內政部就設計了期待卡 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那期待卡就是比照物照規格 那這個非常好的防衛 半透明的照片 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沒辦法偽造了 在接下來 不要說十年 十幾年內 大概都很難偽造 那這個時候呢 上面就只剩你自己的個子 在正面就是你的生日 身份帳號名字相片沒了 後面呢 本來打算什麼都不放 但是呢 有一些團體認為 你有沒有結婚還是應該要放 那所以呢 後來就折衷 變成有結婚或沒結婚 那個是你的個子 但是不會放配偶的姓名 因此也就沒有推測 就是處心傾向這種事情 對 但是呢 就是這前面四 後面一 就是全部 那以後就不會再有說 不小心被看到其他人的個子 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初衷 我先解釋到這裡 可是我好奇的是說 就是這兩個部分 我比較沒有什麼 因為台灣其實 講白一點 要發生早發生了 健保卡事件早就發生了 那健保卡的部分其實 我可能比較樂觀派啊 然後就是 就是要 如果這兩個事件 要發生早發生 可是我好奇的是說 那 處櫃身份證跟我們 因為我們 健保卡好像沒有被偽造吧 對啊 所以我說這已經做得很好 對 但是六代證 紫本證現在一天到晚被偽造 是啊 所以才需要變成雙證件 就你開戶或者是辦手機 身份證根本他不相信你 你要在哪個健保卡或護照出來 那我們 我好奇是說 我們已經有那麼好的基礎在上面 對 兩者為什麼不能結合 你說為什麼不直接用健保卡當身份證用 對 而且他已經有那個bass在了 然後你其實就鎖在那個 你不要讓任何人看到 你就鎖在那個晶片卡上面 不就好了嗎 對 確實啊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提議 沒有 我實在看半天 就是到底在吵什麼 不是 就是個資啊 就是裡面的資料 因為它是數位 對 所以它是不是會搜集到很多的資料 它進入很多的資料 但是其實裡面的資料 剛好就是六代卡面上的 不多不少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其實也沒有更多 沒有更多 剛剛好一樣多 只是我在卡面上 不想要有別人的個子 所以什麼父母名字 配偶名字 戶記定 現在都放在晶片裡了 那其實是更好 可是晶片不會再搜集其他的資料 沒有 因為它是read only 它刺卡之後 它不能再寫入 它也不能再加新功能 如果要加新功能 要受回重發的 對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護照 其實它就是護照那個技術 對 對不起 你繼續繼續 所以其實大家的疑慮 我覺得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說 看不到的東西 肉眼沒有辦法驗證的東西 大家會擔心 這個是人之常情 對 所以就算晶片裡面真的沒有別的資訊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如果技術高超 能不能夠寫一點什麼東西上去 雖然其實自然品證發行 好像17年了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但是大家總是會擔心 這人之常情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 不要說朋友 好比像我阿嬤跟他的鄰居 88歲的阿嬤跟他的年輕朋友 77歲的鄰居們 他們都說 他們連提款卡都沒有用過 他們從來沒有用過ATM 他們如果要領錢 就是去郵局櫃台 手寫自己的名字 寫要提多少錢 可能還是用國字大寫 對 那然後就實際刷本子 拿到那個錢 從頭到尾他都很安心 因為他知道他看到的就是全部 那他去櫃台付這個手續費 他到郵局要付20塊手續費 他要寄個掛號 他拿20塊的銅板出來 他知道他不會被轉賬2萬塊 因為這20塊的銅板就是20塊的價值 那這個對老人家是很重要 那所以對他來講 任何他看不進去裡面的東西 包含提款機 他都不是很想要用 那這個是真實的 我們應該要讓長輩安心 所以這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會覺得看不到不安心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狀況也是很真實的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健保卡他還是只有醫療人員 醫師機構什麼使用 你每次用健保署真的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健保署最好付錢 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 對 但是大家會很擔心說 那內政部 我拿這個身份證 現在去好比像說旅館登記住宿 旅館其實內政部有個介面 他只要key身份證上的資料 就可以查這張證有沒有失效 但是因為旅館很忙 他平常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當然他們會怕說 如果變成數位身份證的話 那是不是以後旅館都可以自動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去哪裡他都知道 對 那就變成內政部 這個你去哪裡他都知道的情況 因為他總是要問一下這張卡有沒有失效 對 那所以這個是足跡怕被內政部監控 這個是說我看不到的我不安心 我不是很想要用晶片 那這兩個是主要的一律 但現在我已經是AI時代了 你就算什麼 你看不到聽不見 我就算似了 就是伍絕蒙蔽有沒有 可是我 如果已經是變臉了 變視的變 就變臉了 那 那 那 難道你可以戴口罩嗎 還真的可以 對 歪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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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是我的疑慮 疑慮 就是說AI時代都已經來臨了 有沒有 那 因為說真的對我來講 其實已經 先 因為 大陸那邊他們 之所以會有那種就是 行動支付是因為他們 ATM 其實大家都沒去了解 他們不是做 我理解啊 他們沒什麼 ATM 而且我也超昌覺啊 這個你就直接講就好了 對 我不是怕那個 你剛說的大陸是其實非洲大陸啦 就是非洲大陸 對 行動支付很普及 真的是因為偽超昌覺 而且沒有提款機啊 這真的啊 對啊 是真的啊 這也不是他們做的多忙 那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因為有痛點 所以他有那個 但是考慮到他是我們的祖國 我們都是東非來的 祖國你講的 不是我講的 對 我們都東非來啊 陸系子孫 對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 我只是好奇就是說 我現在連 帶一個卡我都很麻煩 帶一個錢我都很麻煩 那當然我也 我也能夠理解老人家的部分有沒有 當然 那他們能夠被 那個健保卡說服 那第二點 其實您也說服我 我能夠理解他們的狀況 可是你帶兩張卡 不是更麻煩 更容易丟啊 可是對老人家來講 他就是希望這樣 喔 那所以 那目前解決 他的健保卡 他可以交給他的 照顧者 請他幫忙拿藥 但是他會覺得身份證 如果一併也交給他 說不定會幫他簽約啊 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這個後面都是有道理的 那目前我們解決的方案呢 很簡單啊 就是如果你會用手機 你就一面安裝 TW FITAL 一面安裝 鍵盤快一通就好了 它在你手機上結合 喔 這樣 可以這樣 就是如果 對對對 你會用手機的話 你就兩個都下載就好啦 那講這個的話 我稍微差一點提 就是說 在之前我們有討論到 就是說 您覺得就是說 就是那個 年輕人 其實要用科技來起一個代理的作用 我們有提到就是 T大使的部分 有沒有 對 那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 年輕人 他是不是也可以試圖能夠讓 我只是在討論 這就算是討論 就是說 可不可以帶頭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有很多長輩有沒有 他們其實也用智慧型手機 那昨天的冬至啊 就發了很多長輩冬至圖 你知道嗎 那 對我也覺得 滿好的 然後 那是不是同樣這個東西 就是說 在你講的這個前提底下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試圖跟他們講說 那我們 我們彼此能夠就是 就是 就是我阿嬤連手機都沒有 他只有一個很大的平板 因為他看字比較吃力 喔 好 那 那我沒話講好了 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並行不備 所以這個其實 我 我就把這段話講 問完就好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也是講說 就是 take all the science 然後的討論出來的一個結論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內政部 他的核心訴求 就是不要他發的六代卡 因為一直被偽造 所以變成公信力 要靠外交部發的護照 或衛服部發的健保卡 他們才有公信力 反而內政部發的是最美公信的一張卡 這個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 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對 對 他當然不希望被傳出去說 這個你在就是 電商平台上面 都可以直接的從PRC方面 去就是 直接買到一張空白的 你可以只要有高解析度拍到的 我們國人的正反面身份證 他就立刻可以轉印出一張一樣的 對 那他當然不希望這個在市面上流傳 因為這樣的話 身份證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了 現在 那我們現在防衛其實已經是 就是撐著了 大概在三四年 這個防衛就沒有防衛可言了 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一定得更新他的防衛 這才是他的核心訴求 對 那其他的呢 就是像剛剛講 國民這個對於洩漏別人的個資 對於隨便被別人知道自己的戶籍地址 好像本來無所謂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有所謂了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稍微把個資最小化一下 只有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在上面 除了這兩個核心訴求之外 別的都好商量 所以那這部現在就是在跟大家商量 別的要怎麼辦 他不像說我阿嬤 他就會說 那不如我就是把我的戶籍地址 或者是 就是他覺得六代卡上面的這些 資訊還好嗎 那他就可不可以印出來 貼到期待卡的背面 剛好把晶片蓋住 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張 防衛好的很的紙卡 等一下 這是我們商量出來的結果 還是你啥爆炸的行為 對 因為他剛好把晶片蓋住 對 那本來在晶片裡的東西 我再印出來一次 但還是多一個QR 多一個記錄 所以就是說他的防衛不會有問題 那個資料可以不要用晶片處理 好像護照他也沒有晶片 有啊 有 護照有晶片 你的護照的封面 底下就剛好有個晶片圖案 他晶片就在那裡 真的好 我從來不知道護照有晶片 對 因為不然你自動通關 沒有辦法用感應的 他是用晶片 護照的晶片裡面有你的照片 但這個照片他是低解析度的 就大概可能 以YouTube來比喻的話 大概480p或以下 對 其實比480p還少 360p左右 所以比較不那麼精細啦 沒有辦法變成你剛剛講 什麼AI人臉辨識什麼的狀況 但他可以讓那個移民官知道 你就是你的那個程度 那就是所謂iCare標準 那所以現在在期待卡的晶片裡面 放的就剛剛好跟護照一樣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信任晶片 很不想用 那所以我阿嬤的那個提案 是說他跟社區朋友討論出來 不是他自己的提案 就是我們討論這個提案是說 那他就把本來晶片的東西又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 他用那個雙面膠 黏在背面 剛好把晶片蓋住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又變成一張紙端卡 但是防偽沒有問題 因為有個基督碼在那邊 對對對 謝謝 就是變造 對 會造成另外一個東西 對對對 那可是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就沒有本來那個什麼 保護別人隱私的這個作用了 因為他爸媽的名字都還寫在上面 但是我阿嬤也許不是很Care這件事情 那我阿嬤的爸媽也許也不是很Care 因為政府也可能沒有很Care 因為政府也沒有很Care 所以這是屬於那次不可以讓步的範圍 對 我想見你八歲的阿嬤 對對對 好理解 所以現在的話是已經討論的 現在目前我還沒有關心到那個進程 對 現在就是大概在一月多吧 在新竹的朋友可以自願 自願 自願來失敗 自願來失敗 但沒有要強迫他們 就自願 對 可是有另外一個文明提出來是 他要討論那個就是重發不重發 這個這個要再討論這個 這個他的原油 我沒有去查 就是他的原油是 就是 補領的話要到900塊 那個是 護照也是900塊 同一個技術成本就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的命題是 就是你出領或換領 反正你第一次拿到期待卡 當然都是免費的 但你如果自己弄掉了 那就跟護照弄掉一樣 而且護照好像只有小朋友是這個 成人的護照還是一千四 一千四 一千四 我忘記一千二還一千四 對 所以其實護照還更貴 對 那但是就是在我們的角度來看 因為他成本真的就一樣 是同一個技術啊 那所以也沒有道理說 全民要幫那些弄丟的人付錢 對 理解 理解 而且 對 我覺得這個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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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買東西 或甚至就是隱藏式的攝像頭 不到小七 他的那個扛棒有沒有 上面那個那個攝像頭 其實就已經在上一個臉了 那影師在哪裡啊 影師就是不要出門才沒叫影師啊 可以戴口罩 對啦 是 對 就戴口罩 是對 所以就是 戴口罩真的認不出來嗎 對 比較認不出來 你可以試試看那個 就是 有些iPad或iPhone有臉孔解鎖嗎 你還是要把口罩拿下來 他才能解鎖 但好像也有精進到 就是可以的 有一些是可以的 有一些是可以的 但是 就是說這些都是判斷正確的 是 因為你如果只是解鎖用 他根本只認你一個人的臉 所以這個他相對容易 但是你說在小七的那種 因為他要非常多的臉 而且角度也不是很對啦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戴口罩多少有一點用 但你阿嬤他總要做一些那種 就是日常行為 就是一定會留下足跡的行為吧 那這樣也還好 所以他其實 因為多用現金啊 欸 超酷的 最終你阿嬤的一天 Sman 沒事 很多八十八歲的長輩都是這樣的 我阿嬤並不是特意 我突然在想 在意的應該不是隱私 對 而是一個安全感 對啦 就心理安全 對 我的東西不會 不會因為我 因為他們記密碼也很容易忘記 對 那輸入一下可能還會 像我阿嬤也有說說 欸 她跟她朋友討論 為什麼他們不用提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怕耽誤到後面的人 對 這個我真的 對 因為他們會忘記密碼 會試好幾次 還會鎖卡什麼東西 對 而且怕鎖卡 對 而且怕鎖卡 然後卡又不見了 然後卡又被吞掉 之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要讓長輩安心 也是很重要 那請問一下就是說 那譬如說像 把提款卡拿給 就是請那個就是 比如郵局或是銀行的人幫忙 其實這個也是 這算是 不安心 不安心 她是拿那個 全部 我是說 ATM的卡片 然後如果我沒有忘記 然後我請 我寫在上面 然後我請人家幫我 我請銀行的人幫我帶領 其實這反而是一個 很恐怖的行為 對不對 可是就是說 至少她是專業人員 對 所以如果就是 她真的有什麼為師的話 你一定找得到她 對 對 她絕對跑不掉 對 那這個比起說 欸你自己在家裡操作 或你自己在便利商店 提款機操作 對很多長輩來講 就是比較安心 因為有一個專業人員在幫她 因為我媽就是屬於那種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為什麼揍力還沒揍力 因為我媽就是屬於那種就是 因為她理解很大 對啊 就是 反正她就是屬於那種就是 寫在上面 然後 對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對 所以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就是不要 就減輕那個負擔 然後 人家其實 帶那麼多東西不是更危險嗎 就是一個 嗯嗯嗯嗯嗯 好好好 好好理解 反論是不是也是一個公司協力的部分 可以這樣子說 對對對 因為這部分我比較想去問到這部分 然後另外我想要再請您就是解釋一下 雖然這個課題 它比較 呃 因為等一下你 因為我希望你從容一點喔 就是 你們兩位還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問那個 不然我就把這個問完 就差不多了 對 就是公司協力的部分 它是掛在 因為社會身份證它算是一個例子 然後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跟 我們最後的解決方案跟啊啊的心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 然後 可是公司協力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會不會讓我們有join平台啊 對 那join平台的話 那個我們上次也有討論 討論過有沒有 那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那那個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定義 定義 就是 因為我後來發現就是說 我通常都是問 我為了 當然我為了目的性跟效率 我都會先問例子 但是 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會有一點點失準 那 那公司協力的部分 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名詞上面的定義嗎 可是我不會用這個字啊 不然您怎麼用 對 我用的是 我最常用的是什麼 跨部門協作 對不對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對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用你的那個字 我會用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 社會部門 治理部門 經濟部門的夥伴關係 那而且順序是很重要 就是people在前面 然後public 然後private 然後partnership 所以就是社會部門 先設定什麼是重要的 什麼對阿嬤是重要的 什麼對這些不同的社會部門的朋友們是重要的 那這些設定完之後 那公部門就是治理部門 把它中整嘛 中整之後去要求經濟部門 去配合這些社會部門 已經確立的大家共同的價值 所以社會部門負責議題跟價值的設定 治理部門確保 它是內外一致前後一致的 那經濟部門主要就是把它實作出來 發揚光大 把它延展性提高 大概是這樣的 公司協力不是我講的 公司協力其實在你很多的 我通常會說公民協力 我其實有點避開公司協力這個字 那這個字到底怎麼出來 您再回去看一下您的經濟 對 我有說過公司協力 只是說因為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字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避開 但是公司協力的時候這個思的意思 有的時候是說局限到經濟部門去 好像只有產創 那社創這邊好像被排除 所以就是地方創生的時候 他們才要特別說產官學研設 研跟設都是有點加進來的 因為以前都只講產官學 對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把產官學研設 當然研設加進來是很好 只是說設好像跑到後面去了 那地方創生明明應該是設在前面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還有一個夥伴四個嘛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 我會說是公民協力 公民協力是最扭窮 公民協力 嗯 沒關係 其實 公民協作 我相信應該 一般人會比較理解 好的 然後另外 我看一下 還有一些小的 哦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問題 應該就是可以讓你休息了 好 另外 在您活到這 因為這些算是比較 就是在您到這個年 活到現在好了 嗯 如果要算帳 我們等到全部訪完之後 你要算帳再算帳好了 就是 就是 在您活到現在有沒有 就是 您生命當中碰到了幾個貴人 除了 對 除了書裡面都有的之外 對 書裡面您也可以聽 然後書裡面之外的 嗯 對 貴人或感謝的人 嗯 那為什麼 像那個 前面第一本 要我開個書單嘛 對 對 對 那裡面我只有推薦的書裡面 只有一個是別人的傳記 嗯 對 其他都是思想 對 那就是叫做 若為自由故 他是中文書名 英文叫 free as in freedom 2.0 那這個人叫 Richard Stallman 簡稱RMS 是托曼 嗯 對 說真的如果要出書的話 若為自由故還真的可以出 因為還沒有台灣這邊的 好 對 而且他 自傳記 而且對他自傳 而且也拋棄出財產權 所以你也不用問過他就出了 對 他的名字叫Richard 對 因為他本書啦 然後 S-T-A-L-L-M-A-N S-T-A-L-L-M-A-N 對對對 他可以說是貴人 我們現在都還是有寫E-mail往來 為什麼呢 怎麼那時候 因為他開啟了自由軟體運動 自由軟體運動 自由軟體這四個字就是他定義出來 對 對 那他也開啟了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然後來換取 其他跟你協作的人也拋棄著作財產權 這種所謂copy left 這個字也是他創意的 我們怎麼翻著作權 對 著作財產權 就是說著作財產權的拋棄 那來換 就是別人用他的拋棄掉財產 他也得拋棄 所以這個叫copy left 因為著作權分兩種 一個著作人格權 對 他沒有主張人格權放棄 所以兩個都放棄沒有 沒有他只主張 主張財產權放棄 去換取其他參加的人也都放棄掉他的財產權 這要自由軟體運動 是當年那個open source 後來 free software free software 是一個人 對 企鵝的那個就是用他所發明的 copy left 叫做Linux 對 那做的人叫Linux Torvalds 但是用的法律的架構 以及大部分上面當時可以跑的城市 都是Stormann當時找一群人寫出來的 所以自由軟體是更窄 對 所以自由軟體 這邊叫GNU GNU 對 那最後他們只差一個核心沒有寫出來 那個核心寫出來 對 叫Linux Linux 然後他寫出來叫Linux 所以全名叫Gnu-Linux 但是現在大部分人都只叫Linux 那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簡稱台灣 一樣的道理 對 好 那 對 總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Stormann它我覺得很棒就是說它是一種以人權為主的一個想法 那Open Source是把這個概念變成類似社會企業 就是說它是為了達到共同目的 好比像說開放 透明 參與協作等等 那這是一種更好的軟體生產 而且不只軟體 什麼都可以這樣子做的這個方法 那是一種經濟學的想法 但是自由軟體本來是一種人權的想法 就是類似像我剛剛講完嘛 就是說 關於它的事情 應該是它自己來決定 而不是做晶片的台積電來決定 那所以它還是基本人權的想法 對 那所以它這個想法當然是比較穩固的 因為如果是開放緣馬 你沒有真的找到一群人 那開放協作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但是人權這個是一定的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還是可以主張人權嘛 請問一下如果我們出這個書 您願意寫特進去 可以啊 沒問題 一定的 米揚媽也可以出這本書 它已經出了 國外已經出了 叫我阿嬤已經出了 米揚媽 追尋 真的喔 從鹿港到眷村的歲月 你找的話也可以找到 好耶 從鹿港到 真的喔 哇塞你們全家人都好酷喔 嗯 那除了這個人之外呢 我想先推薦這個人就好 因為還蠻好的 就是為什麼我就是推薦那麼多書 裡面只有這個人的專輯 對 就是因為你如果用那本專輯展開 其他的貴人大概都會通到 對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每個人都叫你推薦十本書 十個什麼東西 十個什麼東西 會覺得很厭煩 還好我就複製鐵上 所以你要我推薦十本書就那十本嗎 沒有啦 因為我看你那個 後面那個就是第三本的時候 你那十本跟前面十本不一樣 我是二十本在第一本 然後第二本拿了其中十本 第三本拿了其中十本 但是從二十本 不一樣 對對對 好像還補了那個江東南的兩本科幻小說 因為是新的作品 對啊 所以嚴格來講二十二本 那二十二本裡面大家各取作詢 對 那上次請您看 你最近看的書又不一樣啊 對 因為我最近看的書當然不一樣 哇賽 你真酷耶 二十二曲十 那個組合非常多耶 對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排列組合起來也很多 嗯 我們不會請你推薦十本書 會請你推薦十首歌 嗯 好 另外再來就是 小小也是小小的問題 好吧 你說從這邊開展是不是 沒關係 你的個性是每次問 你會講一個 下次再問你的時候 你可能 又會再講出來了 你可能 嗯 好另外再來就是 我們有提到幾個小小的名詞 就是 韌性跟應變 嗯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因為我發現 就是在您的 呃 說話的過程當中 跟你的脈 市場脈絡裡面 嗯 韌性跟應變 其實韌性出現很多詞 對 有時候叫回復力什麼 只在同一個概念 對 嗯 那這個東西對你來講 你的對它定義跟意涵是什麼 就是受到衝擊之後 還能夠維持 呃 Homeostasis 呃 就是維持完整運作的這個能力 對 衝擊 你到現在衝擊最大的是 前幾天地震不是要很大嗎 就只有這個 這個是身體上的 對 對 欸 那 小時候是已經不問了 嗯 那我比較 好啦很冒昧的 反正就就那個 2019年發生的事情 對你來講 那算不算衝擊 不太算還好 喔 那不太算 對啊 所以 那什麼樣才算是衝擊呢 對您來講 Literally的衝擊嗎 對 我比較說這個胸腔被一破兩半 然後 瘋心臟 然後花了一年才 就是身體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 下雨還會不舒服 然後持續了很久 這個應該算衝擊吧 因為有接ECMO啊 對 所以 就是 接到葉克膜的那個應該叫衝擊吧 那是身體上面的 對 對 精神上的呢 但是對我來講 把身體包含大腦固好 就夠了 沒有別的 OK 大腦固好 你大腦有沒有秀斗的時候啊 當然就是睡不夠的時候 所以都要睡夠了 最近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沒有 最近都睡不錯 最近那麼多事 你還睡得不錯 就是因為睡得不錯 所以 好像直播表現也還OK吧 就是這樣 對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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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可是最近事情發生比較多耶 所以才更要睡夠 但是這裡面 就是如果事情很複雜 很麻煩 就要加班 就要睡到九小時 八小時就不管用 就要加班 大腦要加班睡覺 對對對 就是 就是要半夜加班睡到九小時 好像我慢慢懂 對 其實這個脈絡非常容易懂 辛苦了 辛苦了 所以韌性跟應變 它是放在一起的對不對 嗯 好的 剩下的大概 我想一下 有沒有比較大的 在我們這幾次的訪談當中 您覺得您想提 但是我一直沒有提出來的 大的 大的 比較大的 因為其實我大概 因為如果說 呃 您從我的 講話裡面 談話裡面 大概可以知道說 我其實是有去結構它了 嗯 還沒到結構 沒那麼厲害 因為我不喜歡 亂用我自己喜歡的 我的領域 我不敢講是我的專業 但我真的很喜歡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我想知道是說 有沒有哪個 可是我 我沒有提到的 大概都有 大概都有 嗯 很完整 哦 你怎麼那麼好 你是安慰我嗎 不真的很完整 而且就是那個 Under Erasure 就是 提了三次前兩次的話 兩種東西也都有嘛 所以真的很完整 對 有嗎 我有 我畫 你選問題 對 載體的概念 是因為 你根據 電腦啊 還是說 你曾經 看過佛書 我是不是當 你自己變成一個載體 很好的問題 然後一個 嗯 我先回答他的困惑 就是說 我所謂算掉的意思 就你說失準的意思 就你本來要我舉個例 但是後來發現說 原來那個關鍵字 也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我們要 就是再回來 定義那個關鍵字 好像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所以結構其實就是 在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回答你的意思 這樣就是 什麼演繹啊 什麼東西的 就是 但是沒有要彈德西達 後來回來 因為你的 你的字眼很多常常被 我覺得後來會被誤用 對 一定的 對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跨文化的領域 對 而且日文人的讀書 跟台灣人的讀書 其實不太一樣 對 你一定要把它定義清楚 對 你可能要先用片假名 把希臘字拼一遍 然後再說 從我看起來是這個意思 然後才能展開 確實是這樣 不然一開始就說快樂 好像就沒有發生事情 但其實我們要回去 劃掉再來一次這樣 對 而且其實我也不覺得 有嚴肅不嚴肅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 您講的是很落實到生活裡面 包括待會我們要討論 載體的問題 其實它也是非常生活的 對 但是我一直 我怎麼會這樣做 是 我一直試圖想去衝破這一關 但是這個部分 其實我長這麼大 其實有時候其實它是一半一半 但是在我們這次的對談裡面 其實 其實我覺得 也可能是 也是您的包容 其實我覺得是有做到 進一步推展到這個部分的 我不是就是 就是它好像是不容易理解的 好 我講了 回到載體 載體這個概念 我想應該還是看道家思想 因為小時候 我覺得利安那種 全正拍七公 什麼的 對 它後面還是這種 你知道就是 復因而抱揚啊 為天下骨啊 什麼之類 它非常多的概念 都是在講載體 這個概念 可能比佛學那邊 還要再多一點點 因為它強調的是那個 就是 把一個黏土 一個洞 變成一個碗 是在 它沒有東西的地方 才真的是它的作用 等等 對 那所以我想 這個概念還是從道家思想來的 對 對 你喜歡 你比較喜歡老實還是裝紙 都很喜歡 都很喜歡 所以其實他們的 你大概是很 就是很小的時候就 就 對啊 幾乎一認知就有 再看到這幾個裝紙 因為你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背了很久 不是背了很久 就是說其實你看很多次 是 那除了就是說 就是小時候的認知之外 你什麼時候 你 會再重拾再去看《道德經》 或是裝紙 我還是常常看啊 像那個 樂懷恩 他有翻他的版本的《道德經》嗎 他有自己唸 就是類似有聲書這樣子 還有配一點點音樂 我會說沒事就會放這樣 樂懷恩 就是 《地海巫師》 《黑暗的作手》 那個樂懷恩 是一個作者 你那時候會一直放一直放 是因為是不是像 你那時候在聽你很熟的老舍歌的時候 對 其實你已經非常非常熟了 對 讓它變成好像在背景 不會干擾我的思緒 但是給這樣子一個載體 一個比較穩固的 對 比較穩固的一個 好像 你知道就是 船版的底端比較平的話 它波浪來的時候它比較穩 激裝啊 但我現在講的是衝擊 resilience 所以就是需要一個大海的比喻 因為我們都在講載體 這個好像彷彿就是說 因為你 你上次提到說 你最喜歡的是 那個 《饒舌歌手》是 最後 可是這個 我自己 《饒舌歌手》好像是說《羅大腰板》 沒有啦 你還講到一個那個 DOS MONOS 對 DOS MONOS DOS MONOS 不是我只是聽了它的歌而已 那我自己最常唱的 而是那個 利曼努爾米蘭達 就是 哈密爾頓 哈密爾頓 對 那我沒有查到這個 我上次是查你跟我講的那個 因為我就發現就是 雖然我們講的 您很 就是都很 波 就是那個 很平靜有沒有 就是不起波蘭這樣 可是後來我就找他們的資料 所以羅大佑 其實羅大佑 那也不是分之基礎 他很現象倫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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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上次講的那一 他的那個歌其實都很 第一個是反映現實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它解釋過多的話 有沒有 其實他是 他是非常的 他並不是很 那種很 很樂觀很美好 不是啊 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那那個聽起來怎麼會是 哈密爾頓也沒有很多的官媒 他是一個悲劇啊 最後 決鬥然後被打死 然後 你真的要講羅大佑的饒舌的時期 那就是現象其實二變 他也是很分世急速啊 我本來想講這個 可是對 那這個怎麼會變成一種 就是很 穩定 讓他不要波蘭 洶湧的狀態呢 這是我好奇的部分 就是我 然後到那裡就 我就 雖然我在那邊哼著歌 哦 還為了這個 我去買了一個音箱 很棒 哇 我覺得要分兩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所謂的 嗯 resilience 並不是不起波蘭 嗯 就是說 這個 禪宗友 既然都講到禪宗了 就是 有一個概念說 他不是說 這個 對近心不起啊 這個菩提日日常 你剛講的是說 對近心不起的那個部分 那 但是後來 在公案裡面 有一個回應嘛 他是說 對近心豎起 他碰到一個新的情況 他心裡 會出現好多反應 那菩提這麼長 就是 他了解到他的精神 他處理 這些靜的狀況 所以 他看到這個情境 他可能分世激素 可能 怎麼怎麼樣 那這個情境 他在心裡生起 對應的那個情況 但他也沒有在家了 沒有別的東西上去 所以就是 好像說 這個船他還是會擺盪 但是他是有那個承載力 有那個resilience 不是說 好像連環傳 對 的那個狀況 對 那 所以 並不是說 我聽的都是那種 好像是非常 冥想用的那種東西 對 我聽的裡面 當然也有就是 波蘭的部分 其實說 這些波蘭的部分 因為他 就是前後一致 他有一個一致的禮物 他不是來打擾你 他有一件事要講 對 那件事要講得很清楚 用饒舌的方法 講得很清楚 那所以 這件事情在我腦裡 當然我對近心肅起 會出現反應 但是不是說 我不起反應 我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說 我很enjoy 這種 來一下起一下反應 來一下起一下反應 但是 我也沒有在更多的 過激的反應 他不會打擾到我這樣 理解理解 這個例子 對 就是他有在補償我 碰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被卡住了 對啊 我想說 聽這個歌 本來那個下午應該要寫完 結果音箱放了之後 我下午在那邊唱歌 你知道嗎 或者如果你發露卡小鎮 它也是很激烈的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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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雖然它的那個指趣 就是它最後那兩句 子子孫孫永保用 實實在在傳香火 那個是頂上面的字 對不對 那個是非常非常早的 非常非常早的 所以它是程序一個幾乎是剛有文字的時候的文化 所以它那個子子孫孫永保用 是整個文明的那個長度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說心裡不起波蘭 而是說你要起波蘭的那個壯中的那個東西 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脈絡 對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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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跟 不起煩惱 就是說你碰到東西 它是跟著它起伏 但是不會起煩惱 但是不起煩惱 然後那個起伏呢 又是有它的縱深 對 我說羅大用的dai mon 那說不定真的是 當時那個頂上的字 附身在它身上 它這樣寫也有可能 對 那應該是分詞技術吧 對 但你如果去找子子孫永保用 它是一個脈絡 對 對 有聽到那邊蠻感動的 所以我才有一個笑 你知道我真的是一個笑 我就馬上一個藍牙 不是一個笑 在那邊蹦蹦跳跳 你知道嗎 了解 超快 多了 多了 好 我今天大概是差不多 聽說你好像是 我要去新竹 對要去新竹 對 然後你們還有沒有那個 然後因為那個我 我完了之後有沒有 還有那個就是 就是 你們剛剛那個 比如我也很喜歡就是 可是我都是說事宜 還有一些事宜的部分 對 就在Email Email也可以 沒有Email我們還有一次 對還有一次 那就下次處理 對 那其他的 你覺得沒有大的 特別有嗎 沒有大的 特別有 可以您對載體 可以解釋更多一點 可以啊 更好 因為剛剛 對 因為剛才在講的是說 我在看載體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是用道家的那種概念去看 就是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說 我自己的身體 好像比起其他人的身體來講 是很特別的一個身體 嗯 所以 其實 按照老子的講法 就是說 只有說 是喜歡 在一個 不是特別覺得自己貴重的這個情況下 嗯 才能夠好像 呃 一個 嗯 要怎麼翻譯 就是沒有特別 砍到特定的樣子的樹木 嗯 那這樣子 他自然生長的樹木 當他呃 用他自己的方式呃 擴散的時候 嗯 他才能夠承載 呃 這個世界嘛 不算以為氣吧 不算以為氣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過早的去給他一個特定的目的 嗯 那你就只能去 呃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 呃 呃 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下 你自然會成為一個載體 道德經前面一半大概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受那個影響 大概這樣 那你剛剛說的是一個載體 對 它發展的 過程 但是 如果提到這個載體 它是要承載東西 對 成果還是永續的這個部分 好 那這永續 您的 怎麼去描述那個載體要成 對 不管是思想也好 能量也好 或者是你剛剛說一個永續的也好 對 就是說很多人可能 對 很多人可能 對 可能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對 外來的東西 或者是說 你剛剛說 對 對 就是從來沒有意識到這 對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慢慢 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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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讀書念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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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對 就是說那個 微學日益 微道日損 這個日損的方向是哪裡來的 對 我覺得 原因其實之前對談裡面有稍微講過 就是我到12歲以前 我都是處在我每天睡著不一定行得來的這個情況下 那尤其是年紀很小的時候尤其是如此 因為醫師說我如果不活到可以開那個手術 那就活不下去了 那一半一半的機率 這個一半一半的機率我一直記得 那所以 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每天睡著的時候都有一定的機率爬不起來 那一直到12歲開到為止 大概剛好一半的機率可以活到12歲 有點這種感覺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在自己身上積累東西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就沒了 會跟著我一起不見 那所以我必須是說 透過我傳播出去 或者透過我呢 凝結到一個大家共同的一個創作的成品 不管是服務部分還是產品部分 但總之要在我睡著以前 在我腦裡的這個東西 它要分享 我醒來如果僥倖醒的來 那新的這一天 我如果想到什麼靈感 我這一天的時間也要把它分享出去 不然我下一天說不定醒不來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才是微盜日損 因為日益沒有用 馬上漏光了 所以 一個 我還是沒有辦法很能catch 就是說 您是要存在一個東西 然後是從外面而來的 對 那外面而來 可是又不是 他已經死過一遍了 就是每天都在死 每天晚上都死一次 但是那個外面而來 不是你自己創造的 而是你承接的 當然 那承接是用什麼方式承接呢 就是剛才講前面那一半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不帶判斷 那學每一邊站 學每一邊站 又不帶判斷的話 那當然一天我會碰到形形色色的人 那他們對於同樣的事情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應該有共同的價值吧 或許暫時看不出來 但是到我腦裡 我只要不瞎判斷 總是如果如果繳信心而來 應該會有共同的這樣子吧 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完全開放的 接收來到你眼前的資訊 然後藉由你的大腦 然後讓他有一個比較像正向的方式出去 就是那個 就是無償心 以百姓之行為心 您這個感覺是一直都在 就是那種無我的感覺一直都在 是是是 其實《道德經》裡面有一段說 這個聖人皆孩子 對 那段那個樂華言把它翻成說 就是 Wise souls are children 就是說因為孩子 是說好像小孩一樣的去面對其他人 對 因為如果你是好像家長一向面對其他人 應該是說這個聖人皆父之 或者是什麼聖人皆母之 什麼之類的 但是皆孩子 所以它是一個好像 不帶預設的那種感覺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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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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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抱歉變化小 沒關係 好 那今天先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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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